婚后,第五年,我怀孕了,傅迟喜极而泣,人人都说我命好,嫁给了傅迟这样的豪门新贵,却绝口不提,她在外投养的女明星,似乎所有人都忘了,我也是她十七岁那年,红着眼告白的女孩,她的兄弟,背地里劝她,你这样混蛋,真不怕许曼跟你离婚,傅迟有恃无恐,懒懒地笑道,她不会,后来, 我不吵不闹,将孩子打掉,消息传出后,傅迟连夜从伦敦飞回,运六周了,要不要,医生例行公事地问出这句话,便低着头看单子,等候我的回复,我垂下眼,轻轻地将手附在平坦的腹部,忍不住浑身颤抖,我没有办法立刻回答这个问题,伸手抓起了一旁的包,跟医生道了谢,走了出去。 命运的礼物合时一时,是馈赠,可不合时一时,就成了傅磊,这个孩子的到来,向时光剔开了一道缝隙,将这十二年的爱与恨缴碎,伙同凛冽的风将我击溃,曾几何时,傅迟心心念念着的孩子,如今竟然成了傅磊,那时青丝并年少,没有人会度量余生几何, 只有傅迟,十八岁的少年几辈,挺直,在阳光烈系下熠熠生辉,我仰着头问他,你在想什么呀?那么出神,他低下头,一双浓密的睫毛颤了颤,想我的愿望啊,什么愿望? 他夸张地挖了一声,许曼,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你竟然记不住,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只有一个愿望挖,你少来骗我。 傅迟十八岁那年的一生之愿,直到二十二岁那年,我才知晓,在破旧的灌满冷风的出租屋,在简陋的廉价的蛋糕前, 他轻声道,许曼要和傅迟白头偕老,儿孙满堂啊,慢慢以后咱们生个女儿,最好像你,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会摇着小胖手,叫我爸爸,儿孙满堂,我捏着检查单,眼泪啪哒掉落下,我下意识地拿起手机,给傅迟打电话。 自从四年前,我们闹开后,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给他,可下一秒,电话只响了两声,便被人挂断,我有些愣着,呆呆地看着手机界面,恰好此时,手机软件推送了一条新闻,标题夸张夺目,赵思思跟豪门男友现身别墅区,亲密无见。 我忍着心里的不适,颤抖着手点进去,赵思思不敢在公开平台发附持的相关信息,偶尔有一两条也只是暗戳戳地让他入境,媒体更加不敢发附持的正面照片,眼前的照片里,赵思思的脸清晰可见,而男人却只露出半个背影,没有人比我更熟悉附持, 更别说,照片里的那只手,无名纸上还戴着一枚戒指,与他浑身金贵的衣饰相比,那枚戒指朴素廉价的不值一提,可就是这么一枚毫不起眼的戒指,却是我工作第一年,省吃俭用了足足半年才买下的,直到我们结婚,那时的富池已经身家过亿,名下上市公司无数,我们依然用这对戒指宣示。 富池先生,你愿意迎娶许曼做你的妻子,不论贫穷或富有,生病或健康,始终忠诚于他,相亲相爱,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吗? 我愿意,坐在诊室外冷冰冰的铁椅上,我嘲弄地笑了笑,却止不住满心的酸涩,可笑的是,我刚刚竟然还因为这个意外来的孩子,而有过一丝犹豫的念头,我点开手机, 给富池发了消息,有空回家一趟,我有事跟你说,意外的是,下一秒对方就回了,最近忙,有事先联系秘书,这几年来,富池的生意越做越大,名下资产数不胜数, 我们住过地下室,住过锦绣院一月八百的出租屋,到现在住在了过亿的别墅,那天之后,我还没等到富池回来,却等到了另一个人,那是一个小型的私人聚会,有富池的几个朋友, 我并不知道赵思思是怎么进来的礼坚,她在走廊拦住了我,看见我的一瞬间,显然愣了下,勾了勾嘴角,果然男人就是见,家里的花再美,也忍不住在外面吃食,这是她第一次见我,我却不是第一次见她,她是万众主墓地大明星,街角处都是她的身影, 我还没开口,身后传来一道声音,嘲讽至极,你挺有自知之明,也知道自己是外面的事,这话一出,赵思思显然也意识到刚刚自己的口不择言,面色难看至极,我回头看,说话的是富池的发小记东阳,现在是富池的合伙人, 我朝她笑了笑,示意礼数,这不是赵思思第一次挑衅,两年前,她曾经打过一次电话,电话接通后,她得意洋洋地问着,阿迟,你会跟你老婆离婚,然后娶我吗? 我便猜想,这该是她在示威,电话那头,传来稀稀苏苏的穿衣声,下一秒,我听到了富池的声音,冷漠不耐,赵思思,你在他妈饭间,就从我身边滚,为阿迟你,电话被紧急挂断, 我扔下电话,发愣了许久,两年前,她只敢暗地离食手段,这次竟然登堂入室的挑衅,除了富池给了她承诺和底气,我想不到其他,可即便这样,我也不屑于同她多说什么,转身便想走,她却拦住了我,挑眉道, 许慢,你跟阿迟闹了这么多年,早就没感情了,到最后拖成一对怨驴也不好看,为什么不早点放手不成全有情人呢? 我审笑了一下,一字一顿道,有情人,她抱着胸,傲慢自得,对,我跟阿迟是真心相爱,感情里,不被爱的人才应该主动退出,所以,是你许慢该退出,我冷冷地看着她, 撕开了一切,伪装,知三当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跟富池是夫妻,我们之间,哪怕要生要死,要何要离,我就算跟她耗上一辈子,都轮不到你一个小三来管,你这样趾高气扬地站在我面前,要我退出,你凭什么呢? 她像是被我吓到,后退了一小步,伸手就放在自己肚子上,扬声道,就凭我怀了她的孩子,我的目光下意识地移到她的腹部,这一刻,赵丝丝的声音像是螺旋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打着转,钻心地疼,怀孕,孩子,我有些眩孕,整个天地似乎都在倒转, 她见我愣住,眉毛一扬,快速道,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一个孩子都没有,我肚子里怀的可是她的第一个孩子,你猜她会不会为了这个孩子娶我? 我突然笑出了声,顿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好没意思,浑身都泄了力,一样,手脚发软,这时身边的纪东阳伸手扶了我一把,没事吧?我朝她笑,你听到了吗? 附持的,第一个孩子,纪东阳敏了敏唇,没有说话,这时,一阵脚步声从赵丝丝身后传来,我抬头看了过去,是多日不见的附持,男人面容清冷,鼻挺的西装外套着黑色大衣,斯文俊朗的脸上,眉峰,紧促,附持看了我一眼,灰暗不明的眼神落在了纪东阳扶着我的手上,赵丝丝惊喜地叫了她一声, 下一秒,附持面容冰冷,手下毫不留情地扯住她的头发,发狠地问,谁让你到她跟前来的,想死是吗?赵丝丝尖叫着,哭着喊,阿迟,我不是故意的,我,我怀了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你一点都不关心吗? 附持阴森森地看着她,吃笑了一声,你确定是我的孩子,她猛地放手,厉声道,滚,赵丝丝捂着头,不敢再看她一眼,手忙脚乱地往外跑,她走后,空气的走廊,只剩下我们三人, 一时沉默蔓延,突然,附持歪着头,看着纪东阳,东阳,你喜欢许曼,纪东阳闻言,脸色战红,语无伦刺道,你你你胡说八道什么,附持才不管她说什么,她默色地瞳孔牢牢地锁住我,话却是对纪东阳说的,你喜欢也没用,许曼是我的老婆,她这辈子只能跟我, 说完这句话,附持收回视线,转身便往外走,我看到纪东阳追了过去,低声斥责她,附持,你再这么搞下去,你真不怕许曼跟你离婚,离婚两个字似乎刺激到了附持,她脚步停顿住,半嗓才回到,她不会,我看着手机上纪东阳发来的消息,这混蛋,就是仗着你爱她,才这么有恃无恐, 纪东阳是个花花公子,外界说她风流成性,她到现在也没结婚的原因,据她所说,是不想被捆了,自由,连纪东阳都觉得你是混蛋,所以,附持,你怎么就能确定,我会一直一直爱你呢? 大抵年轻时,谁也不承想,原来年少情深,也会走到相看两宴,恶与相相,十七岁的富池拥有许多,学识,家境,样貌,好性格,是华安逸中最耀眼的存在,那时还不明白,为什么混闹的人群中,我只看到了她的眼神,后来才知道,当万物皆是她时,目光便无处可逃, 而当年的许曼也热烈,张扬,谁也不会相信富池会喜欢我,可那么多年的春秋和盛夏,她都紧紧跟在我身后,那时她从不会避讳,也不怕老师找她谈话,就那么光明正大地宣誓着, 那我喜欢人许曼,跟她有什么关系,您要罚就罚我一个得了,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早恋,没有没有,我这是单相思,还在追求中呢,我那时大约有多开心呢,嘴角微微上翘,看着她的眼里迎满了笑,偷偷拉住她的衣角, 好,富池,你收敛一些,好好学习,富池穿着黑色冲锋衣,站姿懒散,低着头看向我,额发自然下垂半遮住狭长的眼,眼尾微微微上挑,不行啊, 季东阳跟我说,学校里一堆惦记你的男生,我得让他们知难而退,他有多张狂呢,插着都站在讲台上,两只撵着粉笔,漫不经心地做着谁也解不出来的数学题,一边做,一边语气散漫地给同学讲解,设XM与FC相交语点译,话落,底下一片哦呦声响起,在热烈的欢呼声中, 富池转过头看我,落日的余辉从门外斜斜地罩着,他微不可见地勾了勾唇角,我抬起书本,默默地遮住了自己,却在满是墨香的书本后,偷偷红了耳尖,那时春日的风满在温柔,有着少女梅自卫的心事,也吹过少年的白色衬衫,少年冠风的校服,曾裹着整个青春的盛大,那时,人人都厌 年线,说我们天生一对,般配至极,定能长长久久,高考那年,我们如愿以长考上同一所大学,报了不同的专业,富池第一次等我下课时, 设有周贞,激动地摇着我的手臂,许曼,我靠,外面有个大帅哥找你,我帮你打听过了,计算机器的富池,我从窗户往外看去,富池靠着栏杆,身形高大,站在来往的人群中,仿佛鹤立鸡群般醒目,我朝他笑了笑,心里默默道,富池啊,我认识,那时,他将 我宠得无法无天,越来越娇气,半夜嚷嚷着要吃的东西,第二天,一大早,他必定揣着热乎乎的,等在宿舍楼下,大学时的我们,像千千万万个情侣一样,黏糊热烈,在他的稳要落下时,我也会气呼呼地嚷道, 你老是找我,我都没法好好复习,我要是期末挂科了,你别想见到我,富池们闷地笑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不然,我们去图书馆,你做你的题,我不说话成不成,周珍那时形容我们,幼稚又让人羡慕得牙痒痒,大三那年,富池的父亲病逝,一下子掀开了背后千疮百孔的公司, 母亲被债主逼到吞药自尽,一喜之间,天之骄子凌落成泥,我有近一个月时间见不到富池,直到那日,他形容消瘦,垮着双肩,从屋里走出,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走吧,我不耽误你,我咬牙切齿地看着他,你以为我喜欢你什么,是喜欢你的钱还是你的家事,富池,你浑蛋,我红着眼睛, 眼泪一颗一颗地落下,怎么擦也擦不完,他上前,弯着腰轻轻地给我抹泪,别哭啊,慢慢我舍不下你,可我怎么敢,让你陪着这样的我呢,那时的富池,孤身一人,回首无双亲,前路无光芒,可无论怎样,他的愿望从来没变,富池还是想和许曼白头偕老, 而孙满堂,富池出创业时,资金启动困难,我将我妈给我存的嫁妆钱偷偷给他,他知道这钱的来路后,将头枕在我肩上,却一手按住我的后颈,不让我回头看他,傻姑娘,我再没本事,也不至于用你这个钱,你好好存着,总有一天,他会用在该用的地方。 后来,失业刚有起色时,遭遇投资人刁难,一杯百酒十万,那一晚,他拉了两百万投资,为穿孔被送上救护车,那时,他经常忙到半夜,有时熬夜熬到,胃疼,就进卧室找我,用冷冰冰地脸贴着我的掌心,小声又委屈地叫着漫漫,我那样雷打不动地睡眠,却每每在他叫第一声就醒过来, 他累及时,将头埋在我怀里,闭着眼羞气,那时,我总会轻轻地揉着他的腹部,一手放在他后脑勺拍着,那里里着极干净的短发,根根发丝,乌黑浓墨,是我平日最爱之处。 他说,慢慢我不会让你后悔跟着我的,后来,在雪山之巅,无尽凛冽的风为他伴奏,在圣尼培海湾,巨大的海浪成为我的投杀,复持地求婚轰动人间,无数网友拼命挖掘那场求婚盛况背后的主角,许曼,愿不愿意,跟我结婚,当时的我,是如何回应的呢? 我想起来了,一双眼睛全是他,捂住了嘴巴,幸福从眼眸里跳了出来,理性崩塌,信仰成为席卷的热病,认真而虔诚,我愿意的,复持,我好爱好爱你,我也曾无数次问自己,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我想过无数次,纵使结局这样不如意,我想,我也不后悔曾经相爱,那十二年啊,虽是我过往青春岁月中,荒唐的败笔,却到底也是最勇敢的篇章,命运残酷,但也仁慈,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他总会给你一条路,我从来不想看照思思,可他被覆持捧得太高,从寄计无闻的十八线越居一线, 他的身影无孔不入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低头搜寻产科医生的联系方式时,他的信息又被推送至眼前,一张他在电影院的自拍,还有一张是灯火璀璨的别墅,一排又一排的珠宝和未拆封的名牌包。 配图文案,道歉态度还不错,本公主就原谅你了,任谁都看得出,有人包场陪他看了电影,而那堆包和首饰,价值不低于两千万,我面无表情地关上手机,早已空透的心,已经激不起一丝波澜,这时,玄关处传来声音, 我抬头望去,腹持手腕处搭着大衣,正弯腰拿拖鞋,似有所感,他抬起眼,看像坐在沙发上的我,这么晚了,还没睡,他的语气轻快地像只是上了一天班,回到家,向妻子温声地问候,我抬头看着他,笑了笑,你跟赵思思去看电影了, 腹持手上动作一顿,有些诧异地看着我,似乎是在疑惑我,竟然会问这个问题,也是,这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当着两人的面,提起赵思思,愣神后,他捡起了茶几上的烟盒,随手抽出一根,发着冷光的银色打火机咔嚓,一声响,腹持背靠着沙发,指尖上的烟心红, 眉眼间是全是堆叠出的倦带,他眯了眯眼,问道,你在意吗?我看着他手上的烟,下意识地将手放在腹部,可转念一想,又将手放下,我在意的时候,你在意过吗?我有些好笑地问他,他该知道,我说的是四年前的事,那件事成了我们这残碎婚姻的开端,那个时候的赵思思,十八线新人,十八岁的年, 青春靓丽,那真是最美好的年纪啊,他会睁着湿漉漉的眼睛,叫他副总,我那时候多自信啊,自信倒以为只要腹持守住底线,其他人再怎么闹腾都不成气候,可到底是我高估了腹持对我的爱,还低估了自己的占有欲,他不自觉地说着他有趣,一步步让他靠近,他在微信日日道晚安, 只有我,像一个疯子,因为太过在乎,所以疯狂瓦解了理智,可那时,他连吵架都懒得跟我吵,只有我上演着天崩地裂的独角戏,他只是脸着眉,不耐道,他要误会,我有什么办法,我红着眼,赤着脚,生死历劫, 你就是犯贱,你要是没有给他机会,他怎么会误会,你不给他承诺,他怎么会为你自杀,腹持如果没有动过心,他哪来的底气捅我叫板,他看着我,语气淡到冷漠,许曼,你现在真像个疯子,那一刻,他就低下头,仿佛不敢再对视,他手上用劲捏着烟盒,发出沉闷的声响,没人知道在这沉默的时间里, 他心里转过什么念头,好伴赏,他才开口,声音一顿一顿,是因为赵思思,他思索着,缓缓地说,只要你说你介意,我可以让他消失,究竟是什么时候,曾经干净成澈的腹持,变成了如今很辣,自私的模样,我问他,他还怀着你的孩子,那不是我的孩子,腹持嘴角挂上一抹鸡翘的笑,他说什么你都信, 他说是我的就是我的,我的孩子只能是,腹持,我语气平静地打断他,我不在意,赵思思也好,李思思也好,我现在一点都不在意,所以,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我只要你,答应离婚,白痴灯下,腹持得脸色苍白如纸,他眼底闪过一丝病态的笑意,也是,你当然不在意,你许曼现在可不就是一潭死水,哪怕我现在死在你眼前,你也不会眨下眼,你还会在意什么呢? 我已经没有同他吵架的欲望,像看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我站了起来,淡淡道,关于离婚,希望你明天能给我一个答复,腹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沙哑晦涩,如果我不同意呢?如果我不同意离婚呢? 许曼,我站在楼梯,拐脚处,伸手按住扶手,回身看他,那个我年少时爱的男人,渐渐地与眼前的身影重叠在一起,不禁悲从中来,腹持,这几年在你身边,我一点都不快乐,这种不快乐一寸寸地剥夺着我的生命,我任由眼泪落下,一字一句,清晰地告诉他,我有时候夜里睡着都会想, 第二天会不会再也醒不过来,在四年前就该离婚的,徒劳纠缠了这么些年,不过是因为不甘心,总在想凭什么我要为其他女人让步,腹持似静坐的雕塑般,卸了力靠在柔软的沙发上,高傲地头颅滴滴地垂下,身影引入黑暗中,没再说一句话,第二天醒来时,腹持已经不在了,我望着空荡荡的别墅, 意识到她在逃避,我不明白,都到了这个时刻,她究竟还想要什么,但既然打定了逐一离婚,也同她说开了,我反而心情好了许多,那种沉甸甸地压抑了我几年的情绪,似乎一下子消失了,三日后,腹持集团有一个慈善晚宴,在未分割之前, 我依然地作为父太太出席,晚宴当天,腹持依旧没到场,没人能管得了她,但当晚,我却意外看见一位老熟人,我有些不确定地叫了声,李远,一身西装,鼻挺的男人,孤冷舒傲地站在灯光之下,漫不经心地低头看地面, 慵懒淡漠,再转过身那一刹那,脸上冷记得神情有一瞬间转暖,她有一瞬间犹豫,而后,抬步走了过来,礼貌地敏唇道,许曼,我有些意外,竟然会在这里见到她,这次嘉宾的情帖是我亲自发的,我自然记得我发给了她,我意外的是,她竟然会出来参加这些活动,李远在娱乐圈出了名的低调, 哪怕手握多项影帝荣誉,步步成名代表作在手,但她在娱乐圈寡淡地像透明人,她的粉丝甚至认为演员说不定只是她的副业,我记得有一年,李远的对家为了挖她的黑料,整整用了三个月时间,却只挖出了她从小到大品学兼优的种种过往,可以说这次的黑料挖掘直接将她捧上了至高地位, 我转念一想,李远毕竟是富池大学四年的社友,也许她是看在富池的面子上来的,大学时,他们宿舍有时聚餐,富池都会将我带上,一来二去也算熟悉,两人在学识家境上不相上下,外人常常将他们做对比,可那时身边的朋友都知道,富池和李远 两人更胜之急,就是这样,一个本该走在学术上的好苗子,却在毕业那年一头扎进了娱乐圈,在阿斯大机起了牵中浪,细细想来,大学毕业后,我似乎除了在电视上见过她,便没有再见过面, 我抬起头,看她,笑着寒暄,你这几年,还好吗?李远的眼睛好看得紧,有星星点点的光芒,她点头,我还好,许久没见,沉默在此间蔓延,我想开口说先走时,李远突然开口,声音很轻,莫名有些哀伤,你这几年,过得不开心,不是问句,而是陈述句。 很不礼貌,很是冒犯的陈述句,可她的表情看起来格外真诚,她是那个圈子里的人,赵思思的事必然也是知道的,我突然又想起,两年前,李远在微博上掀起的一场风浪,李远如她粉丝所说,是很佛系的一个人,娱乐圈那些人怎么蹦跋抹黑她,怎么蹭她热度,她都没给过一个眼神,唯独那次, 赵思思借她炒作时,她亲自发了一条微博辟谣,很难想象她那样冷冰冰的人,是怎么想到那些对人的词汇的,想到这个,我对她笑了笑,是啊,不过,我马上就要脱离苦海了,李远侧手,看向我,眼神中有询问,但她没有问, 只是弯了弯唇,恭喜,我唇边的笑容不自觉地扩大,是由心底绽放出的笑容,这么多天以来,但凡听闻我要离婚的人,没有一个不摇着头说我傻,他们总有一套说辞,妄图我留住这段破碎的婚姻,坐稳父太太的位置,他们劝我, 父持不就是养了个小情人,又不是不爱你,他们说,男人都这样,天底下哪有不偷心的男人,只要他还肯回家,不就行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恭喜,两个字,我抬了抬酒杯,开心地碰了夏李远的杯子,李远,跟我老婆说什么,这么开心,随着声音落下的,还有一只搭在我腰间的大手, 我的身体有一瞬间的紧绷,连着握着酒杯的手,都有些僵硬,傅持将我半搂在怀里,姿态亲密,我抬起头,撞进他毫无情绪的黑记双眸中,好久不见,阿迟,李远看了我一眼,朝傅持伸手,礼貌疏离,傅持将眼神从我身上挪开,懒懒地看向李远,勾了勾唇角,确实好久不见, 我让人好好招待你,我跟漫漫还有事,下次有时间好好聚聚,听到这话,我瞥了一眼,傅持,见他下河紧绷着,不知在想什么,和傅持没什么好说的,我朝李远点点头,先一步离开, 而我并不知道,在我身后,李远叫住了傅持,他问傅持,你当年那么宝贝他,我以为你会一直对他好,傅持就那么站在那里,脸色冰冷,看向李远的目光隐隐有怒火,好似能将对面的人吞没,半晌,他突然漫不经心地笑了, 和你有关系吗?傅持也想不通自己在怕什么,大学时他就知道,李远喜欢的类型不是许曼这种,他没等李远回话,冷漠地扔下一句,李远,李许曼远点,那日晚宴后,傅持似乎又消失了, 我没想到,再次见到傅持,会是那样的场面,9月12日晚5点,百花商贸大楼发生歹徒挟持人质事件,而我刚巧不巧被歹徒用刀尖抵着脖子,当作人质,现场乱做了一团,逃命的,报警的,但无例外都往外跑,然而,我不能跟着乱,我用尽全力让自己颤抖的身体保持平衡, 却控制不住害怕,歹徒用命狂叫着,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他,让警察来,让警察来跟我对话,比警察更早来到的,是傅持,他像是从外面狂奔过来,满头黑发凌乱,在看见我的一瞬间,脸色苍白至极,傅持向前走了几步,激起了歹徒的怒气,别过来,他稳住了脚步, 努力克制着交集,声音平稳道,我不过去,你要钱是不是,你放了他,要多少我都给,警察不会追究你,我可以保你,歹徒朝他吼道,我不要钱,我就要一个公道,我要警察来跟我沟通,他将身上的东西都放在地上, 举起手机给他看,这样,我来换他,我是傅持集团董事长,你挟持我更有价值,我可以帮你跟警察对话,我睁大眼睛,看他,艰难地开口,别过来,他身上,有,炸弹,傅持还在劝说,他向来会说服人心,再加上,歹徒一时,脑子亢奋中,竟然就真的,听他话,将人质进行对换, 他走过来时,歹徒从身上拿出另一把刀,在他手臂上狠狠扎了一刀,卸掉他反抗的力道,而后,江架在他脖子上,一把将我推开,傅持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弯着腰配合着歹徒,哑声道,往外跑,别回头,警察很快就来了,我抓着他们的手,回头看着傅持,哀求着他们救他, 他们将我强硬地送出去,我蹲在地上,脑海里一片空白,直到我坚持不住,跪在地上时,那山大门才从里面打开,没有预想中的爆炸,也没有冰冷无气息的腹持,我撑着台阶,一张脸上全是泪,看着从里面走出,一手捂着手臂的腹持, 他走了过来,将我从地上拦腰抱了起来,我将头埋进他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时之间,满心仓皇,我叫他,傅持,嗯,我在,他低着头,轻声硬着,我几乎是哭着问他,你连死都不怕,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再问下去,傅持沉默着,没有再追问, 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位问出的话是,你连死都不怕,为什么没有勇气,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傅持,一辈子只爱一个人,真的那么难吗,沉默了好久,傅持颤抖,着手将我按在怀里,声音悲切地哀求道,妈妈以后我们好好过,我求你,那场意外,在社会新闻上大火的时候,傅持去了国外出差, 去产科医院的前一天,我在卧室里坐了许久许久,从鸟雀精明到日落西尘,哪怕在铁石心肠,我也会忍不住幻想,这个孩子会是什么样,是闹一点,还是乖一点,我抬手轻轻拍了拍他,落着泪,跟他说抱歉,很抱歉,在这样不合时宜的情况下,与你见面,很抱歉, 没办法让你来到这世上,然而,我却在医院,见到了赵思思,我才知道,他这段时间,在网上被人挂出了许多黑料,演艺生涯,几乎毁灭,作为他的受害者,我其实还是挺喜闻乐见的, 然而我也懒得对他进行嘲讽,就在我转身要进去时,赵思思突然发现了我,猛地向我冲了过来,我来不及后退,这时,身边一直跟随着我的保镖,一把将他擒住,赵思思发狠地看着我,厉声道,是你怂恿附持拿掉我的孩子的,是不是,许曼,你个贱人,我张了张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一时之间, 喉咙都有些堵塞,赵思思奋力挣扎着,眼神由阴痕转向通红,你都要跟他离婚了,你走之后,谁当妇太太不是当,我跟了他那么多年,他哽咽着,许曼,我承认我一开始搭上他是因为,钱,我用尽浑身解数勾引他,让他砸资源,给我,可我,我现在是真的爱他,我,我很爱他,我想跟他结婚, 想跟他共度余生,赵思思,我打断他,平静而又恶毒地劝道,下次不要再当小三插足,别人婚姻了,真的不会有好下场,我转过身,任由他在身后,叫着, 许曼,你帮我跟傅持说说好话,你让他不要赶我走,行不行,一场闹剧后,我心里有些累,在诊室门口站了好久,抬头看了看鞋舍进来的阳光,挺直了几倍,义无反顾,决然地走了进去,在那个小生命从我身体里慢慢流逝时,我的眼泪似乎也慢慢地流干,像是最后为这失败而又美丽的十二年, 再哭一场,我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傅持从伦敦飞回,他风尘仆仆地赶回别墅,星红着眼问道,你去产科医院做什么,我说,我把孩子拿掉了,傅持发了疯一压,把房间能砸的东西全都砸了,最后反手掐着腰,颤着手指点着我,许曼,为什么呀,那是我们的孩子, 他跪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将头埋在我的腿上,两肩不断地颤抖着,慢慢那是我们的孩子啊,我平静地看着他,如今疯狂地扶持,一如四年前疯癫的我一般,可我心里没有一丝的畅快,只有无尽的悲凉, 这个孩子,不过在生日那天,无意间对他心软,才让他过了戒,他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我叹了口气,傅持,离婚吧,我不会同意的,我问他,还是你想要我,在你身边一点点地死去,听到这话的傅持,眼底猛地一颤,僵硬地立在原地,望向我的眼神只剩下无措, 傅持在房间待了整整一天,房门紧锁,从天明到日落时,他才推开门走了出来,他看向我,语气平静,慢慢我答应你,打官司,起诉是我最不想动用的手段,我不想闹得那么难看,他能平和地答应,我不自觉地松了口气,离婚的手续办理得很快,只用了三天时间, 这三天里,傅持仿佛又成了之前的样子,笑着打点一切,散漫地同我说话,离开别墅的那天,我蹲在地上收拾行李,傅持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好一会儿,他才开口,我名下所有的公司,你都有3%的原始股,你想怎么处理都行, 横山路的那几套房子,还有西山公园的别墅都转到了你名下,他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面,这张卡里划入了3亿的存款,你拿着吧,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有原始股这件事,不过我现在也懒得追问,付持给的这些东西,够我无忧无虑地花几辈子了, 我做不到那么清高地说不要你的钱,于是我拿过那张卡,照单全收,这是他欠我的,谢谢他靠着沙发,浑身上下只有眼睛,还有些活力,跟随着我的身影时不时地移动,过了大约十分钟,他突然又说,慢慢今天天晚了,再住一晚吧,明天我送你,我抬头看他,弯着唇脚摇了摇头,不用了, 我妈妈来接我,付持听到这话,一下子站了起来,妈来了,我去接他上来,他着急地捞起外套,就要往外走,我叫住他,挨付持,你别去了,他停住脚步,有些疑惑地看我, 我妈妈以前每次见我都要夸你,我想了下,他在我耳边念叨付持懂事会疼人的那些话,告诉他,他以前是真的很喜欢你,可是你伤害了他的女儿,我想,他不会想要见到你的,付持捏着大衣的手指,用力道发白,退了几步,颓然地坐回沙发,我推着行李箱,走到电梯门口时,付持垂着头,没有动静, 我叫了他一声,付持,唉,他抬头应了一声,笑着看我,我想过离婚时会撕扯,会闹得人尽皆知的,不堪,但没想过这一天,来临时,会这样,给彼此体面,我笑了笑,我走了,他想送我,我拦住了他,以那道门位界限,我们分出两地,他低头看着那道门槛,眨了眨眼,以后,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事,你找我, 只要我还有能力,你的事,我不会不管,我转过身,挥了挥手,没说话,离婚之后,我登上好久不用的微博号,发了一张新画好的漫画,不一会儿就有粉丝来评论,我没看错吧,这是十月大大画的,楼上的就是他,我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十月恢复以前的画风,舔死我得了,谁懂啊, 十月这几年画的那些阴暗风,要不是我对他是真爱,我早就脱粉了,我想起了这几年不如意的婚姻阴霾下,连带着画出的东西都带着死亡,色彩,不由得再次觉得离婚是非常正确的,我往下一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ID,画得真好,希望今后你能每天开心, 这个ID算是我的老粉,我记得大二那年,我第一次发作品,他就关注了我,在那之后,我的每一条微博他都会默默点赞,每个作品他都会评论一句画得很好,加油,即便,我这几年被人诟病骂得体无完肤的作品,他也坚持评论画得很好, 不要放弃,我弯了弯唇脚,回了他一句,谢谢,说来也奇怪,最近这段时间,我最常碰见的人竟然会是离远,有一次,他牵着一只狗,我盯着看了半天,才问他,这是那条狗,大二那年,我和傅池在校外捡了一只被遗弃的奶狗,带他做了检查,狗的归属成了问题,但我们俩, 都不是耐心的人,更别说那时我还忙着画漫画,当时,离远主动说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他会将狗送人,可没想到他把狗养大,离远笑了笑,唇边有若隐若现的梨窝,是他现在年纪大了,也不经常出来溜弯,我有些惊喜地蹲下,摸了摸,却发现他意外的亲人,感慨道, 你将他养得很好,他还有孩子,离远说道,这,停了停,如果你想看的话,他应该会很开心,我没有多想,点点头,有机会可以看看,其实,我并没有打算真的去看那些狗,这实在是太过亲密与不合适,可是,第二日,离远将小狗牵了过来,那狗一看到我,就摇着尾巴,亲人得很, 没有人能抵挡住小狗的亲近,我也不例外,只能怪离远将他们养得太不认生,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离远养的狗跟他的人一样高老,平常人连摸都不让摸,成年人的世界,看破情绪很容易,尤其是离远,根本不藏着掖着, 后来,我只能跟他说,离远,我还没准备好进入一段新的关系,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而且,我对婚姻有畏惧感,离远抿着唇,笑了笑,妈妈你别怕,我跟你说我喜欢你,不是为了让你回应我,也不是一定要你同我在一起, 我只是希望今后的你,在任何时候,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都能想到,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被你所吸引,所折服,曾经是,以后也会是,有时候。 我会想,离远这个人,是怎么将冷漠和温柔柔和的如此,妥贴,未生,两年后,沉寂许久的离远工作室,官宣了他结婚的喜讯,引爆了热搜,随着震惊和讨论而来的,是对于离远妻子的挖掘,网友顺着蛛丝马迹,认出离远要结婚的妻子,是富士集团董事长的前妻,一度有接受不了的网友, 冲进离远微博,骂他是娶二婚女的接盘侠,更有甚者,杀到了富士官方号,辱骂,富士集团直接关闭了评论区,闻风而动的财经记者,借机采访富池,问他有何感想,富池在镜头前,愣了许久,才说了句恭喜,而离远召开了记者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真诚而恳切地说,如果不是他, 我大约这辈子都不会结婚,所以我请你们为我开心,我这辈子还能有结婚的时刻,这是命运对我的垂帘,发布会之后,网友莫名地沉寂了, 离远过往的人生中,任凭娱乐圈的人和大众怎么说他,他都没有在意过,他为二高调而招摇掀起的两次风波,全都是因为许慢, 沉寂之后,有粉丝扒出了离远的小号,发现了他隐藏了许多年的秘密,他的小号,曾经在离远出道那一天,发过一条微博,如果站得高高的,是不是就能被他看见, 一时之间,网上又开始掀起了冲天热议,甚至有不少写手开始写李远,许慢和富池三人的情爱纠葛的同人文, 许慢低着头,看着那些侦探网友头头是道地分析着,手上点进去那个熟悉的ID, 而后,拿着手机光着脚,跑到厨房,李远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家居服,正弯着腰给许慢妾水果, 许慢试探性地叫了一声,十月棒棒哒,嗯,弯着身的李远沉浸在水果拼盘里, 下意识地阴着,下一秒,身子一僵地转过来看了一眼许慢,他又转过头, 小声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快去穿鞋子,许慢看着手机上, 那个名为十月棒棒哒,ID,又看了看李远,捂着额头笑得很大声, 在身后那肆意而夸张的笑声中,李远不由自主地跟着笑了, 李远和许慢的婚礼,轰动得满城皆知,他们结婚那天, 纪东阳从机场赶赴婚礼现场,下车时,在门口碰到了老熟人, 纪东阳看了看时间,不至于迟到,于是他走了过去,拍了拍傅持的肩膀, 不上去看看吗?傅持颠了颠手里的烟,抬头望了望富丽堂皇的大厦, 又来客匆匆,又锣鼓喧天,他拿出一个盒子, 交给纪东阳,新婚礼物,你帮我拿上去吧, 纪东阳接过盒子,挑了挑眉,怎么,傅持被烟枪到, 咳嗽了号一会儿,咳到眼里有了泪花,才笑着说,怕他不收, 末了,交代了一句,别说是我送的, 纪东阳又问了一遍,真不上去看看,傅持摇摇头, 看什么呢?在高棚满座中,看他们宣誓白头偕老, 看他们相爱的样子吗?他大敌也无法接受, 曾经放在心肩上的人,那么重视的人,花光了力气去拥抱的人, 最终被他人揽入怀,纪东阳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上去讨杯喜酒喝,也许像他这般从未拥有过, 不至于那么难以释怀,不至于那么失态, 纪东阳看着傅持缓缓地走入人流中, 背影萧瑟苍凉,他微不可闻地笑了笑, 直觉告诉他,傅持这辈子都过不去了, 现在还只是开始,傅持凭着一股力, 坐进了车中,抬头呆呆地望着那座大楼, 他怎么也想不到,黎远的心思藏了那么多年, 他知道的时候,恨不得杀了他, 傅持低着头,突然笑了出来, 笑到胸腔都在震荡,他不会告诉许曼, 他最喜欢的那个生日礼物,一个挤满了漫画的卡河, 被他称为最用心的礼物, 是他那年为他准备的礼物来不及送达, 黎远主动将那件东西给了他, 而许曼走的时候,这件他最喜欢的生日礼物, 他没有带走,尘封在别墅里, 他也不会告诉许曼, 那年他被人在贴吧造谣泼脏水的时候, 他还来不及处理, 黎远一个人解决了所有事, 那时,傅持拍着他的肩膀, 叫他好兄弟,黎远什么话都没说, 傅持一直以为是因为他, 黎远才会帮忙, 现在想来, 字字句句都像一把刀, 直直地戳进他胸口, 这辈子他都不会告诉许曼, 黎远做的那些事, 他会带着这些秘密一起腐烂, 他自私到不愿意给他们任何爱的更深的机会, 车子缓缓驶入黑夜中, 腹持与身后喧闹的喜悦渐行渐远, 我三十岁生日, 也是我和霍绍婷结婚五周年纪念日, 我订了一家高级餐厅的烛光晚餐, 林了他却告诉我公司项目繁忙, 换了一个他公司附近的快捷餐厅吃饭, 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我的闺蜜沈韵, 丝丝不介意我来蹭顿饭吧, 沈韵一身干练的职业套装, 衬托得身材玲珑有致, 面带微笑露出标准的八颗牙, 标志又亲切, 近两年, 霍少廷跟随创业大潮流开公司, 沈韵财务专业出身, 和他一起搭档创业, 这两年, 我和霍少廷大大小小的各种纪念日, 节日的约会中, 经常会能看到沈韵的身影, 介意吗, 当然是有点介意, 但一个是我的老公, 一个是我的闺蜜, 我无从说出口, 他俩坐下开始, 就一直在聊项目的进展, 及融资事宜, 活生生衬托得我像个外人, 我受不了这样的冷落, 起身想去卫生间, 刚刚站起, 门口急速冲进来一个轿车, 我紧拽霍少廷的衣服 想将他拉远一些, 谁知他却动作敏捷, 跳到对面将沈韵紧紧抱着, 护在怀中, 不设防下, 我被带着朝前扑去, 被他带到的桌子不偏不倚, 正好砸在我的肚子上, 轿车斜冲进来, 对上了侧面的墙地, 停了下来, 远离轿车的我, 这一桌, 却成了最兵荒马乱狼狈的风景, 见我摔倒, 霍少廷松开了紧抱沈韵的双手, 前来扶我, 慌乱的眼神无处安放, 思思你没事吧, 我只是看沈韵离门口比较近, 他背对着看不到, 更危险肚子一抽一抽顿顿地疼着, 哎呀, 这好疼, 沈韵惊呼出声, 揉着胳膊肘的淤青, 霍少廷连忙松开了我, 上前关怀着, 怎么样要不要紧, 要不去医院拍个片看看, 别伤着了骨头, 思思, 我借你的少廷用一用, 你不会生气吧, 也不带我说话, 霍少廷以宽慰道, 思思不会计较这些, 他比我还心疼你呢, 他低着头专心查看沈韵的淤青, 头也未回, 思思你自己先回家吧, 沈韵他胳膊被撞伤了, 我带他去医院看看, 最近公司项目正到了关键时期, 这个时候可不能有何闪失, 我拉住他的衣服, 少挺我肚子有点疼, 要不我也一起去医院看看, 他不耐烦地挣脱我的手, 思思听话, 先回家休息, 我区区就回来陪你, 他搂着沈韵匆匆而去, 肚子越来越疼, 冷汗出了一身, 腿间热流涌出, 红得刺眼, 我颤抖着拨通了或少停的电话, 奈何刚响两声就被挂掉了, 来人救命, 我嘶哑的声音, 到底还是惊动了前来勘察现场的交警, 一名年轻的交警抱起我匆匆朝外跑去, 患者腹腔出血, 孩子不保, 急需手术, 家属呢, 家属赶紧来签字, 年轻的交警焦急地问询他, 是否可以带签, 得知不行, 他抱歉地望着我, 女士方便给我一下你家属电话吗, 我通知你家属过来, 我摇了摇头, 强撑着身子坐起来, 签了我的手术同意书, 冰冷的手术台, 满目白色, 像是祭奠我肚子里, 刚刚逝去的那个小生命, 或许还有那已经失去温度, 变了痣的感情, 再次醒来, 已是凌晨, 医院中静悄悄的, 只有我是清醒的, 疼痛地我拿出手机, 看到霍少婷, 发了一个微信思思, 项目出了问题, 今晚需要通宵调试, 你先休息, 别等我了, 朋友圈中, 沈运在同一时间发了动态, 受伤的时候, 有人陪伴关怀, 真是莫大的幸福, 配图的一脚, 我认出了霍少婷的半截手臂, 因为手臂位置上那颗质, 我在同样位置也有一颗, 当时还开玩笑说, 这是上天的标记, 我们注定天生一对, 关上手机, 我盯着楼道里投射进来的朦胧的光, 默默地发着呆, 我和霍少婷是大学同学, 一见钟情, 别人眼中的完美情侣, 研究生毕业后领证结婚, 他总对我说, 思思, 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能娶到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沈运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 他原生家庭贫苦, 使我坚持把他的名字, 加进我爸资助的名单, 从小到大, 一路资助他读完大学, 他说过这辈子, 我和我家人就是他的家人, 他一定感恩戴德, 如今我孤苦伶仃, 霍少婷却另陪沈运, 所谓幸福和报恩, 真是莫大的讽刺, 其实也不是毫无端倪, 只是我从未往这个方面想, 大学那会, 我刚和霍少婷确定情侣关系, 沈运第一次见他, 就满眼惊艳和羡慕道啊, 思思你男朋友也太帅了吧, 你在哪挖掘出这么一个宝贝, 那时的霍少婷高冷不爱说话, 我一脸甜蜜, 是他看上的我, 哦他看上你哪点了, 快说说让我去取经, 沈运打趣着, 不经意间透露出对我的蔑视, 是啊, 看上我哪点了, 沈运个子高挑, 身材出众, 虽然从小受我家资助, 但他的成绩一直非常好, 所以在他眼, 理我可能就是烂泥浮不上墙, 空有家室的草包, 后来我和霍少婷约会, 沈运都以自己一人无聊为借口, 凑上来一起吃饭, 看电影, 研究生毕业晚会上, 沈运如同花蝴蝶, 穿梭在众人之间, 宫愁交错间喝了不少酒, 明明暗暗地灯光下, 霍少婷一脸复杂, 盯着场中的焦点, 思思你去劝劝沈运, 让他少喝点, 一会喝醉了还得我们送回去, 麻烦如今回想, 那复杂的神情, 似乎含着心疼, 毕业后沈运说要出国深造, 一去三年, 再回来就和霍少婷一起创业, 细密地疼痛绞着我的心, 如若我死了, 他俩是不是还要拍手称快呢, 只是可惜了我的孩子, 那个我辛苦很久才怀上的孩子, 结婚三年, 我查出多囊症状, 为了能有个属于我和霍少婷的孩子, 我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定期去医院治疗, 从小怕苦的我, 吞咽着大把大把的药, 如同家常便饭, 压嘴加以成了我的噩梦, 辛苦治疗两年, 好不容易终于怀上了, 我本想作为一个惊喜, 在结婚纪念日告诉他, 谁知惊喜便惊吓, 我和孩子的缘分如此浅, 来不及见面, 他就匆匆离去,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淡, 天渐渐变亮了, 护士开始查房, 进行一天的例行检查, 从昨天中午就没进餐的我, 胃力隐隐抽痛, 护士看着我惨白的脸, 好心提醒到可以叫家属来送饭, 探视了, 我摇摇头, 忍着疼痛坐起来, 想自己去买饭, 护士见我如此, 一边扶我躺下, 一边嘀咕, 这种放任自己老婆不管的男人, 不要也罢, 这世上有望恩负义之辈也, 有鼓道热肠的好心人,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 或少停除了每晚发我一个加班, 回不去的微信, 再未给我打过电话, 或者有其他多余的关怀, 沈韵的朋友圈倒是更新很频繁, 今天支撑我早起的是这份爱心早餐, 配图中, 镜子反射的是霍少婷在厨房的身影, 结婚五年, 霍少婷从未进过厨房, 有一次我生病起不来床响, 喝粥, 她却端了一盒方便面给我, 理由是不会做饭, 对此我还沾沾自喜, 每次吵架都说当初我生病, 是她贴心照顾我, 曾经沧海南喂水, 一直都是你, 现在也是你, 有你在身边, 每一天都是幸福的, 沈韵脸贴着一个男人的后背, 一脸幸福, 一直都是你, 那是从何开始的, 我一条条翻看着沈韵的朋友圈, 检视着她图片的每一个角度, 试图找出各种蛛丝马迹, 融资合作已谈好, 和你一起并肩奋斗, 意义非凡, 愿我们来日方长, PS感谢老板的礼物, 太贴心了, 配图是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那个包包我想要很久了, 但霍少婷总跟我讲才不外露, 又说我天天在家, 没必要买那么贵的包包, 难道仅仅只是对并肩作战占有的感激吗? 这三天, 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凉, 如今在看沈韵的各种秀恩爱, 内心居然毫无波澜, 或许在我心中, 霍少婷已经随着那个失去的孩子, 一同走了, 第四天, 我收拾东西准备出院, 霍少婷来电话了, 思思, 你去哪了, 怎么不在家, 霍少婷冷淡开口, 既无关切问候, 也无抱歉内疚, 理所应当, 觉得我就应该随叫随到随, 时等在他能找到的地方, 我有时在外面, 曾经相亲相爱的两个人, 如今话都懒得敷衍, 情绪又开始低落, 还是会受他的影响啊, 我那身定坐的西服放哪了, 我着急穿, 我刚说出放置的地方, 霍少婷就着急挂断了电话, 电话的尾音, 我似乎听到沈韵说找到了的声音, 我拎着行李打开门, 开阔大平层的客厅, 落日余晖透过大大的落地窗罩进来, 沈韵一身礼服, 正在霍少婷身前系着领带, 沈韵紧贴着霍少婷, 高挑的身材正好搭霍少婷188的个子, 他唇角含笑, 眉眼低垂, 沈韵眼角含情, 深情回望, 两人说不出的温柔浅犬, 可惜被我破坏了, 东纳是行李落地的声音, 也是我无声的愤怒, 我没想到他们如此明目张胆, 暧昧的气氛被打破, 霍少婷回头看我, 满脸不耐, 思思你去哪了, 晚上有个商界名流的晚宴, 我好不容易求到入场请柬, 结果你这乱收拾, 害我找半天, 幸亏沈韵在, 帮忙找到了乱收拾, 或少婷生活不拘小节, 东西常常随便乱扔, 和她结婚后, 她的日常都是由我照顾, 当初她还说我是她得多了, 爱梦她想要的, 我都能很快找出来, 身体还未完全康复, 门口站立片刻的, 我已经有点虚弱, 我无视霍少婷的责备, 静止走到沙发处坐下, 思思你什么态度, 我跟你说话呢, 见我为搭理, 霍少婷有点气急败坏, 好了,别生气了, 思思姐估计是在外面玩累了, 你就别打扰她, 让她好好休息, 沈韵拉着霍少婷的手臂, 亲密地说道, 多日的伤心绝, 忘愤怒涌上心头, 一气之下, 我将手中的水杯狠狠砸在地上, 我还没死呢, 你俩就在我面前轻轻我我, 思思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只是想帮你分担, 沈韵一副受尽委屈的模样, 我的歇斯底里衬托的, 她是那么无辜, 霍少婷半搂着沈韵, 愤怒地用手指着我, 思思你怎么说话的, 你出去玩还不允许沈韵来帮我了, 你简直不可理喻, 沈韵我们走, 她拿起西服, 牵着沈韵就要朝外走, 沈韵邪腻了一眼, 得意又放肆, 等等我喊住了将要出门的两个人, 沈韵, 你身上这件礼服好像不是你的吧, 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啊, 沈韵身上那件礼服, 是我妈当年定制的礼服, 全球独一无二, 我妈生前也是标志行美人, 肤白个高, 当年, 她和我爸要出席一个国际商务晚宴, 因时间仓促, 托我先去驱礼服到会场, 他们计划下了飞机, 直接过去, 谁知那趟航班失踪, 我的爸爸和妈妈也失踪了, 这个礼服是我妈留给我最后的念想了, 思思今日晚宴对我们公司特别重要, 沈韵一时找不着合适的礼服, 借穿一碗而已, 至于如此刻薄吗? 霍少婷脸色阴沉, 这是她暴怒的前奏, 思思我就穿一碗, 过了今晚我就完毕归照好不好, 这也是为了少婷, 沈韵装腔做事, 不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脱掉, 你不配穿她, 我冲到沈韵前面, 执意要让她脱下来, 霍少婷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思思你怎么如此野蛮, 少婷快要来不及了, 我们赶紧走吧, 沈韵挽着她的胳膊朝门口走去, 我摸起桌上的手机, 快速拨通了报警电话, 到位我是乐雅小区, 我房子发生抢劫盗窃, 价值二百万美金, 不是要参加名流晚宴吗, 如果在晚宴被带走, 不知你们能不能丢弃这个人, 还不带我说完话, 已行至门口的霍少婷, 大步走回来, 夺了我的手机, 挂上了电话, 不就一件礼服吗, 至于上纲上线吗, 霍少婷暴躁地把我的手机摔在地上, 瞬间四分五裂, 如同我此刻的心, 我咬着牙, 强撑着自己最后的骄傲和自尊, 今天除非我死, 否则只要这件礼服出了这个家门, 我就算爬, 也会爬到警察局报警, 不信尽可试, 一试,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反正我又不赶时间, 慢慢耗着, 终于审孕, 熬不住了, 想进卧室换衣服, 等等我的卧室不是阿猫阿狗能进去的, 如果换就在这里换, 见我油盐不尽, 沈韵一脸屈辱, 在我面前换下了礼服, 这下你满意了, 说完, 如同撒气一样将礼服扔在我身上, 两人看都不看我一眼, 扬长而去, 心麻木地疼着, 明明已经死心了, 为何还是如此难过, 为何还会如此痛, 身痛心更痛, 我抱着妈妈的礼服, 蜷缩在沙发上, 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哭累了就那样睡了过去, 我睡得并不安稳, 一会梦到爸爸妈妈在我床边, 怜悯地望着我, 好似在说, 思思, 你怎么把自己活成这样了, 一会梦到一个粉装玉器的小娃娃, 正嗷嗷大哭, 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突然从梦中醒来, 满头大汗, 天已经大亮, 霍少婷又是一夜未归, 我拿起手机, 看到沈运发来的, 一条微信, 思思少婷喝多了, 有我照顾呢, 你就放心吧, 放心我太放心了, 只不过是我将不要的垃圾, 有何好炫耀的, 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花费了一天的时间, 我将霍少婷的东西收拾打包好, 少婷今晚回来一趟吧,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我最后整理着手中的离婚协议书, 公司一堆事忙着呢, 你有啥重要的事, 以后找机会再说吧, 又是工作忙, 理由都不找, 信口就来, 冥冥前一刻, 沈运的朋友圈还在秀看日落, 谢你一个小时回来, 如果不回来, 后果自负, 我怒气冲冲挂了手机, 一小时后, 霍少婷回来了, 阴沉着脸, 像我欠了他三千万的样子, 曾经恨不得二十四小时 黏糊在一起的人, 如今各自坐在沙发的两端, 中间四格着万水千山, 我把当时怀孕检查单递给他, 他狐疑地拿过去, 仔细看了又看, 思思就算是想我回来陪你, 你也不用编这么大谎言吧, 你不是有病吗, 怎么会怀孕, 有病瞧瞧他说的多么轻描淡写, 霍少婷我犯不着骗你, 上面有检查时间, 检查医院, 你可以随便去查, 我平静地回复他。 原来彻底死心后, 也可以如此风平浪静地说话, 他看我不似作为, 神色复杂地对着检查单看了又看, 半赏似乎下定了决心, 抬头看着我, 勉强挤了一个难看的笑容, 思思你知道的, 我这公司正在起步阶段, 如果这个时候要孩子, 我估计没那么多精力来照顾你和宝宝, 我心中暗暗冷笑, 这就是我爱了多年的男人, 他明明知道我怀这个孩子多么不容易, 但各种明里暗里暗示, 我又将那张终止妊娠的检查单, 甩到他面前, 这又是什么? 他拿起单子仔细看了两遍, 肉眼可见, 松了口气, 但仍旧不依不饶, 思思你太过分了, 没经过我的同意, 你怎能随便不要我的孩子, 你这是谋杀, 看无论我怎么做, 总是有错, 他总有一套说词来洗脑我, 或少停, 你看看检查单的日期, 孩子是你亲手杀的, 因为是你将桌子撞倒砸在我身上的, 后来我说肚子疼, 你见死不救, 所以你才是凶手, 你才是杀死我孩子的凶手, 还有那件礼服你知道吗? 那是我妈留给我最后的念想了, 你还想让沈韵穿走, 终究还是不甘, 还是愤怒, 还是充满了愤恨, 是的, 我恨他, 他躲闪着, 不敢正眼看我, 思思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看在沈韵是你闺蜜的面子上, 才就他的那礼服, 也是为了让给公司拉客户, 我好了你, 才好, 不是吗? 翻篇了, 都过去了, 别再计较了, 好不好? 翻篇过去, 如果是他的错, 他就可以随意翻篇, 如果是我的错, 就是我计较, 这什么狗屁逻辑, 霍少婷这是在我这还就翻不了篇, 过不去了, 我将打印好签完我名字的离婚协议书, 摔到他面前, 思思过分了呀, 我不就救了一下沈韵, 你咋还不依不饶啊? 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 你就这么轻易说放就放, 这个字我不签, 你看这个男人多么自私, 一边享受着沈韵的爱慕, 一边还不让我放手, 我真是瞎了眼, 他出离的愤怒, 将那份离婚协议疏, 输死了个粉碎, 我淡定地又拿出一份, 随便撕还有很多份, 正在此时, 他的手机响了, 余光中屏幕中间是沈韵的名字, 他挂断了电话, 然后沈韵又执着地打进来, 他犹豫再三, 还是接了, 少婷少婷, 你在哪? 我在老地方等你, 听筒中隐约听到嘈杂的声音, 霍少婷焦急地拿起外套, 就要往外走, 我扯住他的手臂, 签完字再走, 思思这件事, 以后我们有空再谈好吗? 沈韵在等我, 霍少婷, 你刚才说是看我面子上, 才就沈韵, 才和他来往的, 那我现在要求你今晚不能去见他, 你能不出这个门吗? 思思你怎么这么胡搅蛮缠, 看吧说什么看我份上, 都是骗人的借口, 霍少婷, 今天要么你就待在家, 要么你签字出去找沈韵, 只能二选一, 我坚持到今天, 就要做个了结, 霍少婷暴躁地将衣服扔得上, 垂头丧气摊在沙发上, 不言不语盯他手, 即收到一条语音微信, 少婷你在哪? 快来救我, 霍少婷瞬间变了脸色, 拿起笔毫不犹豫签了字, 六四一你满意了, 如果沈韵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会让你知道, 后悔两个字怎么写, 他毫不留恋, 大步离开了, 不用他教我后悔两个字怎么写, 我已经悔不当初, 我拿起衣服紧随其后, 我就是想看看, 他们两个到底是如何纠缠, 总要死得明明白白, 路上的车狠堵, 或少停在前面暴躁地按着喇叭, 过了一会, 他将车停路边, 直接扫了单车就走, 我不会骑车, 气喘吁吁跟着跑了一段路, 昏暗的灯光, 嘈杂的音乐, 各种香水味混合弥漫在空气中, 沈韵与往常的职场女性完全不同, 她穿着性感的辣妹装, 烈焰红唇, 这是我不曾见过的一面, 此时她正被两个男人纠缠着, 霍少停不由分说, 上前搂着沈韵, 别怕我来了, 沈韵紧紧回报着她, 在霍少停的肩头, 朝我看来得意地挑了挑眉毛, 少停我不要再跟你分开了, 五年前是柳叔叔找我, 让我出国离开你, 你知道的, 他从小资助我, 我不能不听他的话, 离开三年,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想得我心都疼了, 于是我忍不住回国, 看到你和思思幸福生活在一起, 我又是高兴又是极度, 高兴你找到了幸福, 极度陪着你的人不是我, 少停我爱你, 我真的好爱你, 你别再离开我好不好, 沈韵我也爱你, 五年前就被你深深吸引, 我如今自由了, 以后再也不离开你, 谁也不能再将我们分开, 霍少廷深情地注视着沈韵, 搂着他热, 烈得拥吻, 周围人纷纷鼓掌, 祝福他们有情人, 忠诚眷属, Happy Ending资助了 沈韵近二十年的我爸, 成了罪大恶极 拆散他们的元凶, 我这个有着合法 结婚证的妻子, 成了他们感情路上的绊脚石, 多么可笑, 如此甚好, 渣男贱女, 个自成全, 我转身, 决绝地走出酒吧, 第二天, 我回到自己房子, 将霍少廷的物品打包寄到了他的公司, 到副, 我将自己的房子挂到了中介, 被渣男贱女带过的房子脏了, 没法住, 我找回了自己生活的节奏和意义, 看着生活一日日变得热气腾腾, 晚上我约了律师到叔叔的酒店, 商谈撤资货少廷公司项目的事情, 我到得比较早, 无聊至极, 我去把台想给自己调一杯咖啡, 思思没想到离婚后, 你都堕落到酒店打工的地步了, 嘖嘖你要是实在生活困难跟我说, 看在多年的情分上, 我们公司现在缺个保洁, 你要去的话, 给你走个后门, 免是直接录用, 沈运穿着一身酒红色修身礼服, 胸前勾壑若隐若现, 只是那嘲讽的表情, 让他精致地妆容看起来有点猙獰, 不劳费心, 我面无表情, 继续调着我的咖啡, 思思你知道今晚这里 要干什么吗? 今晚, 少庭要在这里跟我求婚, 沈运得意地看着我, 想要欣赏我的伤心难过, 但是让他失望了, 我还是沉默不语, 运运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去看一下菜品, 或少庭从外面走进来, 还穿着离婚钱, 我给他定做的那套高档西服, 他静止走到沈运身边, 搂着他的仙腰, 旁若无人亲吻他的额头少庭, 我是看到思思在这里打工, 好心想给他介绍工作, 谁知他却不领情, 或少庭神情复杂地看着我, 思思夫妻一场, 你有困难跟我说, 你我并不是陌生人, 和收起你那恶心的好心吧, 我继续无视他们的搅柔造作, 离婚了跟现任求婚, 还穿着前妻定做的礼服, 不知有啥好得意的, 我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 听说二位今天办求婚的活动, 我们酒店有推出相应的套餐, 如果二位真心帮我, 就屈尊试试这个套餐, 给个业绩, 思思咱酒店哪有什么套餐, 身边服务员巧声问我, 我说有, 那就是有, 我坏心地笑起来, 走到角落拨通了酒店经理的电话, 笑话虽然我爸爸妈妈失踪了, 但他们创建的商业帝国还在, 只是我无意打理, 全部交给了叔叔打理, 外人都以为是叔叔霸占了我家家产, 实际只是因为我涉事未深, 叔叔全部承担下来, 爸爸妈妈留下来的一切, 每年还按爸爸妈妈的股份, 给我海外的账户分红, 当然, 这些货少庭和审运并不了解, 不然, 想必他们也不会如此待我, 酒店经理来得很快, 我告诉他, 酒店今天推出一款套餐, 内容是全酒店最贵的所有产品, 我未再过问这件事, 晚上, 以前大学同宿舍的同学刘然, 给我发来微信, 是沈运的朋友圈, 他怀抱一大捧玫瑰花, 笑得很幸福, 文字是这辈子跟你在一起才不算枉费, 有情人终得正果, 幸福生活刚刚开始, 真奇怪看着他们的恩爱, 我已经痊愈得无悲无喜了, 幸福生活嘛, 那我可是太期待了, 第二天, 一大早却接到霍少庭的电话, 思思你昨天说冲业绩的套餐, 没说那么贵啊, 你给说说便宜点, 我喝着咖啡, 撸着猫咪, 慢悠悠地说, 那你们喝了套餐的酒, 吃了套餐的菜, 睡了套餐的房了吗, 都是明码标价, 不能用了再来讨价还价吧, 用钱你可没说嫌贵, 挂了霍少庭的电话, 我给律师打电话, 将去霍少庭公司的时间, 提前到了七点钟, 笑话让他们在酒店多睡半分钟, 我都嫌添堵没添购, 我到得比较早, 律师因堵车还未到, 哇, 这不是思思吗, 你真准备来我们公司做保洁, 也行先打扫一下会议室, 一会我们有重要客人来访, 另外记得给我买杯咖啡, 昨晚扫廷折腾太晚了, 沈韵身着职业妆, 嫌疑着我扶着腰往办公室走去, 或扫廷在后面停好车, 走进来复杂地望着我, 思思我们都离婚了, 别再来纠缠我了纠缠她, 真是老孔却开评, 自作多情, 这时律师匆匆走来, 霍少廷和沈韵立刻堆起笑脸, 小跑迎上去, 律师却来到我面前, 刘女士, 不好意思, 路上塞车, 让您久等, 霍少廷和沈韵一脸惊恶看着我们, 思思你们, 我对律师点点头到既然人到齐了, 我们尽快处理一下撤资事宜, 撤资霍少廷又是惊疑, 又是着急, 到王总, 我们融资方案都谈好了, 怎么突然要撤资, 王律师先请, 我走进会议室, 不急不缓地道, 此前有投资一下, 是基于我的委托方意愿, 如今我的委托方并不看好贵公司项目, 所以我们决定终止投资合作, 你的委托方是柳思怡, 沈韵错愕地指着我, 王律师点头默认, 霍少廷不可思议, 看看我又看看王律师, 有四不可信, 上前对沈韵则, 难道你不是说这个投资方式, 你拉来的, 怎么会是柳思怡, 沈韵躲闪着霍少廷咄咄逼人的目光, 一脸无辜, 见事情已谈差不多, 我起身要走, 霍少廷却拉住我, 思思我们聊聊, 我点头他将, 我带到他办公室, 开始给我介绍他的公司, 他的项目, 末了他恳切地看着我, 思思我的项目是好项目, 你不要因为私人感情意气用事, 你再考虑考虑撤资的是好不好, 我喝了口他亲手期的咖啡, 真不容易, 这么多年第一次和他亲手做的东西, 项目的确是好项目, 或少停, 目光精亮, 满脸期待看着我, 但是没办法, 我就是想意气用事, 我就是不想投了他, 还不放弃, 倒思思看, 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 请你再好好想想, 情分我冷笑出声, 请问霍总, 我们有什么情分, 是你气我不顾的情分, 还是害我孩子的情分, 亦或是离婚后落井下石的情分, 请问霍总, 我该看哪个情分, 霍少廷眼中的光渐渐熄灭, 脸色灰白, 没了往日的生气, 我拉开门, 对了, 忘了祝货总新婚快乐, 祝你们白头到老, 沈运焦急地在门口, 躲着步, 见我出来, 故作镇定, 柳四仪你想用钱来让霍少廷回头, 做梦, 我们明天就去蜜月旅行是吗? 那要不试试看, 我看着沈运外强中干的样子, 暗暗好笑, 哦对了, 此前你和我父亲签过一个协议, 协议约定, 毕业后在我家海外公司, 工作十年如若违约, 违约金将是从小到大, 给你所有资助金的十倍, 你怎么知道, 沈运震惊地看着我, 人在坐天, 在看, 沈运不要欺负死人不会说话, 王律师, 麻烦将所有资助金账单发给沈女士, 沈运见逃脱, 不过一脸傲慢, 不就是资助金多少钱? 二百五十万, 沈运拿出手机, 轻蔑地说, 账号现在我就转你, 我是说资助金二百五十万, 违约金是十倍, 也就是两千五百万, 限期两天, 不支付我们法院见, 沈运的脸红了又白, 我发给她账号, 转身就走, 晚上霍少婷喝得烂醉, 坐在我家楼下, 思思, 我错了, 我们复婚吧。 我慢条思理拨通了沈运的电话, 思思, 你等我我去和沈运离婚,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霍少婷可怜兮兮看着我哀求道, 认识这么多年, 直到今天, 我才真正完全看清货少婷自私卑鄙, 唯利是图, 我饿去味道, 沈运可不是那么软弱可欺, 你想离婚就离婚, 除非你们真的离了, 或者你丧偶, 我再考虑考虑, 电话中传来沈运气急败坏的咆哮声, 原来你也有今天啊, 我轻笑沈运, 赶紧来把你老公带走, 明天你们不是还要蜜月吗? 沈运匆匆赶来, 气急败坏伸手, 想要打我, 我死死握住了他的手腕, 指甲深深掐入他的皮肤, 沈运你说, 如果你们公司大股东来审计, 你和霍少婷谁能成功脱身, 挪用资金最好项也不轻, 沈运睁大了眼, 随后若有所思, 带着霍少婷走了, 沈运工作没两年, 2500对他来说还是天文数字, 肯定会耍手段从其他地方挪, 我真是期待啊, 第三日头, 条新闻, 一对年轻人刚领证结婚, 为了庆祝去蹦极, 结果绳断了, 男的重伤, 女的毁容, 这件事上了热搜, 热度越来越高, 刚开始大家都惋惜这对新人, 后来有一天, 不知哪位知情人士爆料说, 事故中的男主刚离婚, 女的是小三上位, 舆论开始出现分歧, 有说恶有恶报, 有给前妻庆幸的, 直到有一天, 刘然给我电话, 思思你知道了吧, 前段时间, 网上很火的那个 为了庆祝结婚去蹦极, 结果悲剧了的事情吧, 我今天才知道, 这两个人是霍少廷和沈韵, 意料之外, 又情理之中, 沈韵是个很喜欢冒险的人, 他喜欢一切危险刺激的东西, 比如蹦极, 比如滑翔伞, 比如跳伞等等, 当初还和霍少廷谈恋爱的时候, 霍少廷就挺羡慕沈韵这种冒险精神, 那时他还想尝试, 只是因为我胆小, 阻止了, 如今他们也算得偿所愿, 至于后果的, 他们自己承担, 只是这次真的是意外吗? 果然不出所料, 这件事因为关注度高, 警方介入调查, 很快就有了结果, 蹦极的绳索果然有问题, 通过查找监控, 发现分别是哪两个当事人, 在对方的绳索做了手脚, 霍少廷和沈韵撕逼的视频, 传遍了网络个平台, 他们没有一丝体面, 霍少廷躺在病床上, 指着沈韵痛骂蛇蝎女人, 沈韵遮着半张脸, 怒斥霍少廷过河拆桥, 我关上手机, 心中毫无涟漪, 那晚, 我故意跟霍少廷说, 等他和沈韵离婚或者丧偶, 我再考虑, 给沈韵听了我和霍少廷的对话, 还抛出公司审计问题, 霍少廷的公司偷, 税漏税私挪公款, 问题肯定不会少, 就看谁最后被锅, 我太了解他们两个人, 他们都是极度自私之人, 就看他们怎么朝对方下手, 只是没想到, 他们会同时选择同样的方式出手, 两败俱伤, 这场闹剧过去没过久, 一天晚上, 我接到了霍少廷的电话, 思思, 我后悔了, 能不能给我一次悔过的机会, 能不能回到我身边, 我们重新开始, 他的声音低雅干涩, 像是偷偷在一个地方给我电话, 霍少廷谁也不是傻子, 如今这些都是你自己应得的, 正准备挂电话之际, 我听到沈韵歇斯底里的叫骂, 霍少廷你混蛋, 还敢背着我打电话, 乒乒乓乓, 一阵骚乱, 电话断了, 能想象到那边的热闹, 我未在关注霍少廷和沈韵的事, 他们是幸福也好, 是糟糕也好, 都跟我没关系了, 我专注读书, 想考一个教师资格证, 我也想成为爸爸那样的人, 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那些淋雨的人, 半年后, 我终于考下了教师资格证, 也找好了想要去的学校, 我去医院做入职体检时, 很巧地碰到了霍少廷, 他坐在轮椅上, 满脸憔悴和疲惫, 思思聊聊, 我和霍少廷来到医院旁边的咖啡馆, 相对无言, 良久他才开口, 你最近过得如何, 我不予平静地看着他, 思思我过得很不好, 你说我这是不是报应, 公司项目黄了, 我这也瘫痪了, 我和沈韵, 他公司项目黄了, 我知道因为那是我吩咐人干的, 当时他一心想创业, 为了项目没日没夜的调试, 我拜托叔叔下面的一家公司, 给他们注资后, 来他以为是沈韵的功劳, 还和沈韵纠缠一起, 后来这家公司, 还是对霍少廷的公司进行了审计, 才发现账面有很大的资金窟窿, 很多是被沈韵挪走消费了, 听说他和沈韵卖了房子车子, 卖了公司, 才勉强堵上了那个窟窿, 至于他的瘫痪, 他和沈韵的事情, 我也没兴趣知道, 他好似也不需要我的回应, 自顾自地说, 这次受伤, 医生说以后可能也不会有孩子了, 你说如果当初我没有救沈韵, 如果我带你去了医院, 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孩子, 是不是也不会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他说着说着, 竟然呜呜哭了起来, 曾经一百八十八的高男人, 如今蜷缩在轮椅中, 浑身透着腐朽的气味, 可怜又可悲, 霍少廷你真是苟改不了吃屎, 怎么还想跪舔重续前缘呢, 你做梦, 沈韵突然冲进来, 他掀开挡着脸的头发, 露出一条长长的疤痕, 他将脸凑到霍少廷身前, 凄厉道子吗, 如今看着我这张脸恶心了, 想再挽回旧情人, 你也不看看你还是不是男人, 说着由不解恨, 双手挥舞锤打着霍少廷, 你死心吧, 这辈子咱俩互相折磨到底, 在我面前, 霍少廷自觉没了任何尊严, 破罐子破摔, 和沈韵牛打在一起, 后来有一段时间, 霍少廷总坐着轮椅来我家楼下, 手中拎着一个保温筒, 思思你之前不是说想要喝粥, 我如今学会了煮粥, 以后我每天熬给你喝好不好, 他的眼睛有期盼有不安, 有自卑, 霍少廷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回头, 要你这个废人, 他震惊又受伤, 喃喃自语思思, 你以前不会这样对我, 是啊以前的柳思怡不会如此对你, 但是你却亲手杀了那个真心对你的人, 如今你与我不过是个陌生人而已, 麻烦以后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怪葛英人之后, 我再也未见过霍少廷, 刘然后来告诉我, 霍少廷和沈韵两人闹得不可开交, 沈韵没了工作, 又因为有挪用公款的前科, 行业纷纷抵制, 找不着工作, 只能去坐台, 又因为脸上有疤, 只能在街头巷尾, 小公园接待年纪大又没多少钱的客户, 沈韵天天往家带男人, 霍少廷日日咒骂, 再后来, 霍少廷晚上开了煤气, 要和沈韵同归于尽, 结果沈韵死了, 霍少廷未死, 只是再也无法坐立, 躺在床上无法动弹, 他们同学去看霍少廷时, 说他身上已长了很多褥窗, 直言悔不当初, 挂了电话, 我打包收拾行李, 明日一早, 我将要前往西北, 是的, 我选择到西北山区做一名支教老师, 西北生活条件并不算好, 但这里民风淳朴, 孩子们都很可爱, 在一日日的坚持中, 看到他们每一天都在进步,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窗外的风雪已停, 春天不远了吧, 你又在闹什么, 身为恼怒的陆莫婷, 大声质问我, 我不过是去帮他看看孩子, 又没和他发生什么, 以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 饭厅, 碎落四周的碗盘瓷片, 和到了满地的菜饭油屋, 全都是我发疯之下的杰作, 我是被陆莫婷逼疯的, 今天是中秋节, 我爸妈理解我游戏客服的工作, 节假日不好, 调休, 赶回老家一趟不容易, 便拖着两把老骨头, 大老远坐火车跑来看我, 这是, 我十天前就跟陆莫婷约定好了, 他也答应我, 下午由他开车去接我的父母, 晚上工作结束, 还会回家跟我们一起吃团圆饭, 可是直到我爸妈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他们一个小时前就出了火车站, 而陆莫婷却没有如约出现去接他们, 正在上班的我, 给陆莫婷打去一个电话问情况, 电话响两声, 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笑意传出, 喂, 是安宁, 妹妹吧, 莫婷在帮我哄女儿睡觉, 实在不方便接你的电话, 你要有什么事, 我可以帮你传达, 这道女生我在熟悉不过了, 她叫秦秦, 是陆莫婷的白月光前女友, 四年前, 秦秦在海城大学门口, 当众宣布爱上了别的男人, 要和陆莫婷分手, 傲慢的陆莫婷没有提出挽留, 而是气得一把拉过人群中正看热闹的我, 俯身亲吻而来, 正好, 我也另有所爱, 秦秦贪贪手, 留下一句, 祝你们幸福, 就出国去了, 直到一个月前, 秦秦突然出现在海城大学举办的慈善拍卖会上, 同去参加的我和陆莫婷, 才从旁人口中得知, 当初秦秦离开陆莫婷的真正原因, 当年她突发心脏病, 需要去国外做手术, 手术风险巨大, 秦秦九死一生, 她才决定斩断与陆莫婷之间的情思, 以免日后陆莫婷放不下这段伤痛, 得知真相的陆莫婷果然如获新生, 平日里冷峻的眉眼, 也染上了笑意, 即便秦秦回来时, 已经是离婚带娃的宝妈身份, 也难以阻拦陆莫婷飞向她的那颗心, 三天两头往她家里跑, 不打招呼, 也没个解释, 我次次问她, 她都只是简单回几个字, 修电脑, 换灯泡, 通下水道, 即便陆莫婷待我十分冷漠无情, 但我也知道她是一个不屑于撒谎的男人, 自然也不会往多了去想, 可这些日子, 我总觉着窝火的厉害, 陆莫婷成天跑去她家的这件事, 韦时令我气愤却又找不到地方宣泄, 于是我便在电话里对秦秦, 给陆莫婷下了最后通牒, 告诉她, 如果今天晚上, 她没有回来陪我过中秋节, 我就跟她离婚, 憋着一股子杀气, 我驱车赶往火车站接到父母, 就去菜市场绕一圈, 宰了一只鸡, 杀了一条鱼, 灭了五斤小龙虾, 全足, 一落屋, 就闷头走进厨房, 六点过一刻, 一大桌子的饭菜就被我做好了, 然后就干了个大盖, 起初, 我和父母三人还坐在沙发上, 一面看电视, 一面聊天, 一面等,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直直等到天已经黑透了, 还不见陆墨婷回家, 我的心裁突然开始慌了, 前所未有的恐慌赶向我袭来, 结婚四年, 陆墨婷有没有爱过我, 我心里明镜的, 寥寥数次的夫妻之事, 皆是她醉酒时的冲动行径, 但我不在乎, 她的心在不在我这里, 我期许只要能长久陪伴她就已知足, 且她也曾明确跟我表示过, 她对我们这段关系很满意, 她不打算中断我们的婚姻, 可这一次, 我真的很怕了, 怕我所拥有的一切, 全部都是别人施舍给我的一场梦, 要不再给她打个电话吧, 妈妈把鸡汤端到厨房去温上, 又把其他的小菜拿去微波炉加热, 顺口提醒道, 我, 好, 电话拨通中, 我握着手机的手却颤抖得厉害, 不过, 很快传来的嘟嘟声, 缓解了我紧绷的神经, 她关机了, 她, 饶食我爸爸在眉眼利劲, 此刻也看出, 我和陆莫婷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热什么热, 这个饭咱们不吃了, 我们走, 爸爸怒得大拍桌子, 拉着我妈就下了楼, 我把腿追下去, 爸, 吃过饭再走吧, 昏黄的路灯下, 我似乎看见爸爸的双肩正在剧烈的抖动, 我的眼睛突然有些模糊, 吐出的话里也夹带着浓浓的迪鹰, 这么多饭菜, 我一个人怎么吃得完, 她回过头, 双眼通红问了一句, 这就是你要死要活, 飞驾不可难忍, 好了好了, 别再说了, 现在还不知道任莫婷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妈妈上前抱住我, 拍拍我的背, 不停帮路莫婷找步, 也许有什么误会, 晚上她回来, 你好好跟她说, 别发小姐脾气, 我点点头, 目送非走不可的父母离开, 上楼进屋, 我一个人窝进沙发里, 看着空荡荡的屋子, 回想我小心翼翼陪在陆墨婷身边的四年, 没有爱, 没有尊严, 就连夫妻基本的相敬如宾都谈不上, 只有她单方面的索取, 我的需求, 她永远都看不到, 小肚子越发隐隐作痛, 我蜷缩成圈, 疲惫到沉沉睡去, 直到听见门外响起, 拿指纹开锁的声音, 我才悠悠转醒, 抬头看一眼钟表, 已经午夜一点, 中秋团圆之夜已经过了, 陆墨亭推门进屋, 看见满屋狼藉, 立刻就动怒了, 你又是在做什么妖, 她很少冲我发火, 可每回只要她一凶, 我就会发怯, 今夜的我, 变了, 我发现自己不再像从前那样惧怕她, 我翻身站起, 像疯婆子一样, 把茶几上的水晶果盘, 玻璃烟灰缸, 咖啡杯, 一股脑全部摔在地上, 一一砸碎, 每摔一个, 我便问她一句话, 她, 又去她那里了, 她没有回答, 砰, 短短一月星期, 你去她那里几回了, 她沉默, 跑, 你如果想去跟她过日子, 你明说, 我成全你们, 她吃笑一声, 仿佛我在说一个天方夜谭的笑话, 在她心里, 我永远都是那个, 会粘在她身后, 任凭她怎么甩也甩不掉的小尾巴, 我气慌了, 立马冲进厨房, 拿起一把刀对着她, 转瞬又对着自己, 她的表情没什么波动, 好似我不过是在耍坡打魂吓唬她, 我便对准自己的手腕一抹, 溅了血, 她平静的脸上, 才短暂出现了一丝裂痕, 安宁, 你疯了吗, 如果说, 刚才的我确实有点疯, 可这一刻的我, 突然间就清醒了, 她冷漠地责怪, 就像一盆冷水, 浇在我头上, 让我陡然心思, 好疼, 我叫出声, 捂住手腕就去翻药箱, 认认真真给自己包扎, 至于她又闲勿说一句什么话, 我已经不想听了, 此时此刻, 我的手很痛, 可心里的伤正在渐渐愈合, 之后我便去睡了, 没再理会她, 她倒乐个清静, 蹲下身开始收拾地面的残屋和碎片, 她洗过澡躺到我旁边的时候, 我正处于半睡眠状态, 她伸手从身后搂住我的腰, 将脸埋进我的后颈窝, 我想了, 我吸吸鼻子, 去嗅她的口气, 半嗓才回, 又喝醉了, 她嗡一声, 伸手去摁灭床头灯, 在一片混沌中, 翻身上来压住我, 俯唇下来, 我微微偏头躲开, 她的唇落了空, 瞳孔的黄光陡然亮一下, 你的手机响了, 我提醒道, 不管, 她急匆匆直奔主题, 想要开始动作, 我再次推开她, 秦秦又叫你过去修灯泡了, 她闷声笑一笑, 大晚上的, 修什么灯泡, 但还是坐起身, 拿起手机, 滑过接听键, 还真是秦秦, 不是她, 能是谁, 这次倒不是修灯泡, 也不是修电脑, 秦秦的女儿发烧了, 她一个人挂号, 看病不方便, 我去一趟, 这一次, 我没阻拦她, 直到, 陆莫婷, 我们离婚吧, 她不以为意, 薅一把我的头发, 打去道, 别闹, 我很快就回来, 我们还能接着坐, 陆莫婷当然, 又食言了, 整个晚上, 都没个影, 至于她什么时候回去了,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离开了, 留下一份离婚协议书和那枚 她送给我的结婚戒子, 拖着只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东西, 一走了之, 再闹下去, 你就别回来了, 我离家出走五天, 才等到老公陆莫婷给我打来一个电话, 却被劈头盖脸来了这么一句, 也许在她眼里, 我父母来海城看我, 她不出面接待, 中秋节的团圆饭, 她不回家吃, 三天两头无论白天黑夜, 一趟又一趟往前女友家里跑, 都算不上什么天大的事, 不足以让我闹到离婚这个地步,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些事令我有多压抑多绝望, 对着手机, 我淡淡出声, 我们离婚吧, 她却仍然以为我只是在闹脾气, 不带一丝情绪出声, 最后三天, 三天见不到你, 我换锁, 这通电话, 我是当着父母的面接的, 五天前是中秋节, 我爸妈大老远跑一趟, 陆墨婷没有如约去接他们, 晚上也没有回来吃饭, 把我爸爸气得当场走人, 但看出我和陆墨婷的夫妻关系不和谐, 怕我受委屈, 放心不下我的劳俩口, 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临时租了一套公寓临时住着, 爸妈一定没想到, 隔天清早我就拖着行李箱搬过去了, 那天深夜, 陆墨婷回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 见我掀了桌子, 发了火气, 便来哄我, 躺下床就凑过来要和我坐, 刚进入主题, 他却又接到前女友的电话, 一听别人的女儿发高烧, 愣是片刻没耽搁, 套上衣服, 成兴业离家而去, 当然, 我决定和他离婚不单单仅凭这几件事, 而是长达四年, 一次又次经历这样的无奈和心酸, 长期堆积起来的失望, 只不过刚好在最后这一个点上彻底爆发, 我将以上想法, 以及决定离婚仪式, 统统如实告诉父母, 爸爸表示支持, 妈妈却建议我再等等看, 看看陆墨亭发现我走了之后, 试个什么态度再做决定, 我认为妈妈说的有道理, 也想再给自己的婚姻最后一次机会, 便决定在公寓再住两天, 瞧瞧陆墨亭到底是什么反应, 毕竟我真的很想知道, 却不想等来的却是他的最后通牒, 既然他这种态度, 我们也就没必要再耽搁下去了, 挂断电话, 早已归心四见的爸爸, 恨不得立刻拉我去跟陆墨亭领离婚证, 再领着我去辞职, 然后把我驼回家乡, 我点点头应好, 爸爸当时兴奋地手舞足蹈, 一会给我热牛奶, 一会给我包虾, 忙前忙后, 还不忘催促妈妈赶紧给我收拾行李, 深怕那陆墨亭突然出现, 再说几句好听的, 又把我给骗走了, 隔天上午, 一切东西准备妥当, 我们一家三口正准备出发去找陆墨亭谈离婚事宜, 我的小腹突然痛起来, 从隐隐作痛到剧烈疼痛, 到最后只能弯着腰, 连背都撑不直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腹痛了, 只是前几次痛得没那么厉害, 我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 又怕父母担心, 便谎称和同事换了班临时去一趟公司, 就一个人独自前往附近的省医院进行了检查, 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 瞬间将我打入深渊, 我被查出怀孕一个多月了, 却又被诊断为宫颈癌早期, 医生告诉我, 我的病情发现及时, 还没扩散, 尽早治疗, 这个胎儿可以保住, 但也会承担一些未知的风险, 但如果终止妊娠, 以后我怀孕的几率会大大降低, 这番话倒是让我泛起难, 若是以前, 我肯定会很高兴, 能给陆墨亭生一个孩子, 是这四年以来, 我一直梦寐以求的, 可我们之间那种事做得太少, 我始终未能如愿, 没想到, 在我决定和陆墨亭离婚的路口, 突然又添降了这么一个孩子, 让我不得不感慨造化弄人, 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那天下午, 我坐在医院长廊一侧的凳子上, 羡慕得看着一个又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 从我面前走过, 我突然很难过, 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哭得稀里哗啦, 哭了很久, 直到急诊室的医生出来跟同事换班, 安慰我两句, 我才发现窗外的天, 以及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黑了, 我来抱雨城上楼, 你去挂号, 再跟着来, 一道熟悉的男生, 从长廊尽头传到电梯口, 我抹一把脸上的眼泪, 抬起一双又红又肿的眼睛, 就看见陆墨亭正抱着一个小女孩, 急急忙忙往我的方向跑过来, 她也看到了我, 直径走向我, 不, 准确地说, 她是走向我长凳旁边的电梯门, 你怎么在这里, 她淡漠的声音, 不急不缓传出, 但我却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认真问她, 我生病了, 你可以陪我坐一会儿吗? 她轻轻吃笑出声, 哼, 你倒是不必用这种手段, 等这段时间忙完了, 我会回家陪你的, 我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便解释道, 我没有跟踪你, 我是真的生病了, 宫颈癌早期, 她颇为不耐烦地闭了闭眼, 看见电梯门打开, 快速留下一句, 你先回家等我, 便迈腿进去, 我坐在电梯外的长廊上, 肚子里怀着她的孩子, 却看见她站在电梯中央, 抱着别人的女儿满脸焦虑, 我仰起头, 做出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站起身走两步, 一个女人扭着细软的腰肢走到我跟前, 我当然认识她, 她就是陆墨亭的白月光前女友, 那个才刚回国一个月, 就把陆墨亭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 她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刻意喊出我的名字, 安宁,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呵, 真是好笑, 怎么全世界的人都以为我来医院是赌陆墨亭的, 我就不能生病吗, 你也不嫌累得慌, 她也不墨迹, 直奔主题, 放手吧, 她爱的人从来都不是你, 你也应该明白, 顿了顿, 她拿食指, 点了点我的肩膀, 挑衅道, 你, 不过是当初她为了和我赌气, 随手拉来的路人甲, 我气笑了, 也释怀了, 陆墨亭的白月光, 不过而, 便是乐道, 你既然跟她这么好, 不如就由你来帮我劝劝她, 让她赶紧签字, 难不成她还没告诉你, 五天前, 我就已经把离婚协议书留给她了吗, 她的表情有明显的碎裂, 那傅想发怒, 却为保持体面极度隐忍的样子, 看得我很是舒心, 你女儿不是生病了吗, 你怎么还有闲工夫, 跟我在这儿闲聊, 难不成别人的老公是顺手了, 就以为自己可以当甩手妈妈了, 她一张脸气到发紫, 几乎下一秒就要冲上来打我, 趁着这个点, 我撒腿就跑, 留她一个人在原地内耗, 这个孩子我不要了, 为了彻底摆脱冷漠的陆墨亭, 也为了自己能安心治病, 更为了这个孩子, 我不能因为自己想当母亲, 冒着风险去生下一个可能并不健全的孩子, 这种自私的行为, 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我将这些想法在心里理顺, 便走进诊疗室, 告诉医生我的决定, 医生表示支持, 并给我做了简单的检查, 我身体有炎症, 需要用三天药, 才能进行流产手术, 带着一摞检查单和一包药, 回到公寓, 我没有对父母隐瞒自己怀孕一事, 甚至就连自己被确诊为宫颈癌, 只能打掉这个孩子的事实, 都告诉了父母, 这些事我无法独自面对, 我也不想自己一个人去医院, 更不想自己如果死着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孤立无援, 要不, 还是给墨婷说一声吧, 妈妈提议道, 毕竟是她的孩子, 你总的问问她的意见吧, 不用了, 我就不耽误她跟白月光复合了, 三日后, 我躺在病床上, 一盏强烈的白光照在我的脸上, 害我有些谎神, 决定好了吗? 医生戴上手套, 开口问道, 好了, 我就上麻药了, 嗯, 药效渐渐上头, 我的脑子变得很沉, 迷迷糊糊间, 我听见手术室外响起剧烈的拍门声, 和陆莫婷暴跳如雷的叫声, 安宁, 你居然敢来打掉我们的孩子, 你居然敢打掉我的孩子, 安宁, 你给我出来, 你居然敢打掉我的孩子, 我躺在手术台上, 眼皮不断下沉, 缓缓合上, 那道熟悉的声音传进来, 我的眼角不禁流下一行眼泪, 陆莫婷, 你来得太晚了, 意识悠悠转醒时, 我已经是在一间单人病房里, 一名护士端着装有红糖水的 纸杯走过来递给我, 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 又看着他走了出去, 很快, 四四方方的空间里, 只剩下我和陆莫婷, 他坐在我对面的一张木凳上, 靠在椅背, 双腿自然交叠, 手指夹着燃过半截的香烟, 整个人看上去很是颓唐, 嫁给陆莫婷整整四年,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外露出 一点点情绪, 我们离婚吧, 我轻轻起唇, 这回你该相信, 我不是跟你闹脾气了吧, 此话瞬间激起陆莫婷蓄积已久的怒意, 他扔掉手中烟头, 用斜肩按灭, 玄机修地站起身, 朝我猛冲过来, 伸手死死扼住我的咽喉, 将我压在床上抵住, 我掐死你, 我说过, 我一定会掐死你, 他的手指间欲缩紧, 我的气息越来越微弱, 我憋红脸, 用力掰扯和拍打着陆莫婷的手, 垂死挣扎, 放, 放, 放开我, 刚刚经历过流产手术, 我的身体上十分虚弱, 手脚也没什么力气, 挣扎抗拒两三下, 本就恍惚的意识就开始涣散, 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窒息时, 正好打了饭菜过来的爸爸及时大喊一声, 你干什么, 住手, 快住手, 陆莫婷谋中的怒火, 才稍稍入了几分, 松开他的禁锢, 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咳得几乎要发呕, 爸爸快速将手中擦盘放在病床旁的桌子上, 然后拎起拳头就砸向陆莫婷, 陆莫婷莫名身子一软, 爹坐在地上, 爸爸也不管他, 连忙跑来轻拍我的背, 安抚我的情绪, 又对着陆莫婷抬起双拳, 做防御状, 就像一个时刻准备战斗的老护卫, 陆莫婷却没了方才的激动, 他晃晃悠悠站起身, 在开口时声音, 以翠满寒冰, 你想离婚是吧? 好, 我成全你, 他走到门口, 背对着我, 咬牙切齿道, 明天上午九点, 民政局不见不散, 陆莫婷走了, 爸爸给我打来的饭菜也凉了, 算了, 这医院的食堂难吃得很, 爸爸刻意转移我的注意力道, 走, 爸带你出去吃炖好的, 我不想扫兴, 又见医院前台结完账的妈妈正好回来, 便撑起全身的力气站起来, 点头道了一句, 行, 可我想吃川菜, 远嫁海城四年, 我难得回去一趟, 实在很想念家乡的味道, 可惜, 我刚做完手术, 不能吃辛辣, 要不真想拉着爸妈陪我去吃火锅了, 鼠燕可以吗? 我问, 爸爸一挥手, 走起, 鼠燕, 海城有名的川菜馆, 位于海城近郊, 是一方, 三层楼高, 古色古香, 通身棕红漆的围廊小院, 坐在楼上, 透过如意纹的方窗, 可将方圆十里的海城夜景一览无疑, 一阵心旷神怡, 桌上已摆上了我最爱吃的回锅肉, 水煮鱼和麻婆豆腐, 网上有评论说, 这家店的老板和厨师都是地地道道的荣城人, 吃过一顿, 方知此话不假, 就连爸妈都连连夸赞这儿的味道八十又正宗, 不过, 他们长居荣城平日吃惯了这些家常, 也没动几筷子, 光顾着给我夹菜了, 果然, 这时间, 唯有父母爱子女, 最是相为辅人心, 爱情, 婚姻, 伤病带给我的痛处, 都在一顿饱餐之后, 暂时忘怀, 陆默婷怎么知道我怀孕的事, 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就问了, 妈妈便将前因后果跟我讲了一遍, 之前, 陆默婷给我下达了三天, 不回家, 她就换锁地警告, 今天已经超过期限整整一天, 陆默婷没换锁, 反倒接我来了, 早晨, 我刚前往医院, 她后脚就落地在我父母临时租下的公寓门前, 当时, 妈妈把社保卡落在家里就回去拿, 正巧看见站在门口的陆默婷, 妈妈冷言讽刺了几句, 陆默婷也不反驳, 就一直处在原地, 妈妈怕耽搁时间, 急急忙忙开门, 进屋拿了桌上的社保卡, 又匆匆出来, 安宁呢? 陆默婷问, 我来接她回去, 她不会跟你走的, 这话我妈说了好几次, 陆默婷始终自说自话, 不肯相信, 妈妈一气之下, 直接标起家乡话, 同时也说漏了嘴, 我女, 连你的娃娃都不想要, 郎哥可能跟你回歇哦, 陆默婷一愣, 陡然呕出一口鲜血, 把我妈吓得半死, 才勉强把她带到医院, 听到这里, 爸爸突然出声, 那你没跟她讲清楚, 咱们女儿是得了宫颈癌, 才无奈做出这个决定的吗? 妈妈答, 这不是没找着合适的机会吗? 爸爸说, 糊涂, 你知不知道, 说话只说一半, 会要人命的, 那家伙差点把咱们女儿活活掐死, 妈妈惊恶, 都怪我, 爸爸说, 我看那家伙情绪忽上忽下的, 还有暴力倾向, 我们女儿不宜跟她太过纠缠, 又看向我, 宁儿你不用怕, 明天我和你妈会陪你一起去, 办完手续, 咱们立马回荣城, 但你千万不能吸软, 也不可以再回头, 知道了吗? 泪水在眼睛里打个转, 我重重点了一下头, 我知道了, 爸,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长假一起放的, 我们领证的这天, 刚好是长假结束的第一天, 许多老百姓的事物都堆积到了, 这天, 妈妈是个丢三落四的大马虎, 做事毛毛躁躁, 十分不利索, 出个门也拖拖拉拉的, 我和爸爸站在楼下, 催促他好几次, 妈妈才亮亮呛呛跑下楼, 结果就是, 咱们仨赶到时, 已经十点过了, 与陆墨亭约定的九点, 足足晚了一个钟头, 民政局的半政大厅里, 已是人满为患, 不过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 人群当中的陆墨亭, 她坐在等候区域的凳子上, 正端着一个纸杯, 为一旁女人怀里抱着的小女孩喝水, 秋日的陈辉正好照进来, 泱泱撒在他们三人身上, 画面美得刺眼, 陆墨亭不是一个人来的, 她是带着琴琴娘俩一起来的, 爸爸鼻子一出气, 哼,走, 我们过去, 今天必须跟她了结了, 妈妈拍了拍我的肩膀, 走吧, 我们三人走过去, 长排的身影荡住了他们正面的光线, 陆墨亭和琴琴齐刷刷抬头看向我们, 你这个点才来, 陆墨亭环是一圈等候区域密密麻麻的人头, 鸡翘出声, 是以为工作人员会饿着肚子加班给你办手续吗? 爸妈对视一眼, 又看看我, 倒是找不出话来搏她, 毕竟确实是我们迟到了, 这时, 大厅语音播报, 请40号到C号窗口办理业务, 陆墨停休地站起身, 亮出自己的40号排队单, 问向我, 资料带齐了吗? 我, 嗯, 齐了, 她阴冷的眸子凝视着我, 半赏, 财道, 过去吧, 轮到我们了, 没有财产交割, 没有孩子需要争抢, 我俩的离婚手续办得十分顺利, 只要我在落款处的亲笔签名上, 按下大红指印后, 就能领到属于我的那一本离婚证, 我用右手大拇指沾了些红色印泥, 按下去的前一秒, 心肩抖了一下, 那些过去, 我第一次在海城大学的篮球场上看见她, 我悄悄跟在她身后排队打饭, 默默望着她的后脑勺, 我偷拍她的照片, 放进钱包, 她和琴琴分手时, 用力拉住我, 落下的那个吻, 很多很多, 全部像胶片一样, 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滚动播放, 后悔了吗? 陆默婷很力道, 晚了, 你打掉我孩子的那一刻, 就该想到会有今天, 这一次, 我没有哭, 落指在我亲笔签下的, 安宁, 两个字上, 稳稳盖上拇指印,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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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公章落下, 我和陆默婷变, 从此天涯末路, 一行六人并排走到民政局门口, 爸爸昨夜整理打包好的三个行李箱, 刚才暂时停放到了保安处, 爸爸顺路全部取来, 我们叫的网约车正好停在我们面前, 陆默婷, 那我走了, 我看一眼他, 像和一个朋友告别那般和他挥挥手, 再见, 上车的一瞬间, 他突然迈步靠近, 扯住我的手腕, 谋色星红道, 你要去哪儿, 站住, 办完离婚手续, 走出民政局, 我按照之前的计划, 准备跟着父母回家乡, 怕耽误航班, 三个大大的行李箱, 我们来民政局的时候就随身带来了, 就在我准备上车的时候, 陆默婷却一把将我拉住, 你要去哪儿, 或许是我的错觉, 在和他对视的短短几秒之间, 我在他那双冷静孤傲的毛子里, 看到了恐慌, 时间很短, 以至于我并不能很好地确认, 不过这不重要, 他的一切, 已与我无关, 回该回的地方, 我说, 你要去荣城, 他手掌的力度渐渐加大, 连发三问, 你把工作也辞了, 以后都不来海城了, 不等我回答, 等在一旁的秦秦两步上前, 语气交集, 莫婷别这样, 冷静下来, 没错, 我俩离婚的当天, 陆默婷是带了女人来的, 秦秦盼着我们离婚, 已经不是一两日了, 如今戏院实现, 自然要在我跟前得意得意, 他亲密地挽住陆默婷的胳膊, 柔声, 劝慰, 莫婷你怎么还和从前一样, 对待其他人, 总是那么凶神恶煞, 陆默婷拽住我的手一动不动, 凝视着我的眼神一闪不闪, 只用嘴巴一张一盒回复秦秦, 今天我已经离婚了, 你也正好在这里, 不如就把我们的事办了吧, 秦秦一时没反应过来, 愣了几秒, 忽而想到什么似的, 双眼絮满感动问, 真的, 陆默婷, 嗯, 我们结婚吧, 我的心顿痛一下, 但只有一下, 一来一去耽搁的时间太久, 前面的网约车司机已经连声催促, 我说, 你们这一家人到底还走不走, 要走, 要走, 那能不能赶紧的, 把三个行李箱里整齐放进后备箱, 爸爸急忙走过来, 把陆默婷扯开距离我半米开的距离, 我抓紧时机, 一屁股坐进车里, 关上车门, 爸爸紧跟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跳进副驾驶的位置, 再由我们一家三口的黑色轿车, 缓缓往前行驶, 我从后视镜里看见陆默婷的身影越变越小, 最后化作一个圆圆的黑点, 消失在大陆的尽头, 不同于海城每天起早贪黑的忙碌, 我回到荣城以后的生活节奏变得很慢, 主要以治病, 养病为主, 虽然, 宫颈癌, 这个词刚入耳时, 有几分吓人, 但听过医生的解释, 知道自己正处在病情早期, 手术愈后良好, 便也没之前那么害怕了, 其实, 经历了这个病, 我求生的欲望变得更强了, 尤其是美美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忧心和爱, 更是一点也不想先他们一步离开这个世界, 我想活下去, 健康快乐地活下去, 只是在面对主治医生给出的两套治疗方案时, 我还是犹豫了, 到底要不要去除子宫, 未免今后病情再度复发或是恶化, 首选的治疗方案, 当然是去除子宫, 但这也意味着我永远都不能再当妈妈了, 可我还那么年轻, 去找父母商量, 二人却持相反的意见, 爸爸为人保守, 支持我选择最佳方案, 而母亲却不这么认为, 他说, 医生都说了, 只用切除宫颈, 一样能康复, 我们俩又不能陪他一辈子, 难不成让他后半辈子一个人孤独终老吗? 两人坚持己见, 互不退让, 再三全横下, 我选择了妈妈的建议, 手术很成功, 只需要在家躺着休养, 一两个月就可以下地出门了, 我出院那天, 医生来了一次, 我的病房, 又叮嘱了一些饮食起居需要注意的事项, 便催着我们赶紧疼位子, 呵, 荣西医院的床位实在太紧俏了, 不过, 我们也走得快, 谁没事愿意在医院里多待, 在床上躺两个月这件事并不容易, 我只躺了几天就闲不住了, 朋友圈微博都被我翻烂了, 就琢磨起在网站上, 接一些帮人画动漫插图, 游戏人物或道具, 制作小说封面这类的活, 陆莫婷是某大型游戏公司的程序员, 为了和他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在和陆莫婷结婚的四年里, 作为海城大学设计系高材生的我, 一直窝在一家小小的游戏公司里当客服, 期间接触到不少这种外包的活, 如今重拾专业, 访获新生。 当然, 家里闲不住的人, 也不止我一个, 事实上, 早已经退休的妈妈, 那段日子比我还忙, 她忙着给我寻对象,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女儿才刚从深渊爬出来, 腿都还没站直呢, 你就急着把女儿往火坑里推, 我为爸爸的明智点赞, 对, 哪能这么急呀? 妈妈, 你们懂什么? 懂, 叶城那小子, 可是我看着他长大的, 他的人品我能不了解, 就他对咱们女儿那心思谁还看不出来, 他这么多年没结婚, 不就是等着咱们宁儿吗? 叶城, 以前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大院的邻居, 大队拆迁之后, 我们两家又分到同一个街道, 同一个小区的同一栋楼里, 我们楼下102那间茶坊, 就是叶城外婆开的, 我对叶城的印象很浅淡, 模糊到只有一个不那么具体的轮廓, 在我的记忆中, 他是一个很内向又很腼腆的瘦小男孩, 好像比我还要矮一截, 但事实告诉我, 记忆并不可靠, 再次见到叶城, 是大约一月后, 我大病出狱, 下楼去取快递的某个黄昏, 他正面向我走来, 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安宁, 第一眼, 我没有认出他, 只因为他实在太高了, 足足有一米八吧, 可我明明记得, 初中那会儿他比我还要矮半个头的, 怎么后来冲这么高了, 我仔细辨认着他的脸, 不太确定, 由一出声, 叶城, 他点点头, 含笑朝我走来, 我俩以前也并不是太过要好的朋友, 基本算得上是没什么交集, 如今一见, 却十分亲近, 谈论的话题主要是幼时院子里, 那些和我们交好的小伙伴们如今的现状, 潜聊两句, 更是熟络起来, 他说要去菜市买两只鲁鱼回家红烧, 问我要不要一起去逛逛, 我在家里带的都快生煤了, 欣然做陪, 菜市在小区里, 靠近东门的位置, 只需顺着连廊绕一圈, 就能到了, 眼下已是十一月, 再过两日便正式入冬, 萧瑟的寒风吹的长排银杏树叶沙作响, 我觉得有些凉, 才刚搓了搓手, 叶成立马脱下黑色大衣给我套上, 我没有拒绝, 到了生谢, 还将衣服裹得更严实些, 天黑得比以往更早, 饶市才刚五点, 小区内的行人已是寥寥, 不过菜市场却是堆满了人, 转一圈下来, 除了计划好的鲁鱼, 我们还买了不少食材, 他问, 你这是要吃鲁鱼火锅吗? 我, 可以吗? 他说, 不行, 我看, 咱们还是换吃清蒸鲁鱼吧, 我们二人拎着大包小包, 有说有效往回走, 远远却看见一道熟悉的人影 站在漫天飘落的银杏树下, 昏黄的路灯照在他的身上, 把他的黑影拉得很长很长, 晕开的光圈下, 使他扔了满地的烟头, 陆墨亭正在看着我们, 眸色如清冷月光, 我和叶成对视一眼, 同时放缓了脚步, 陆墨亭踩着心跳的节拍, 一步一顿走向我, 我看着他那张脸, 顿觉很是陌生, 只一月未见, 怎的我几乎都快把他给忘完了, 很好, 他扯了扯我身上那件, 属于叶成的外套, 安宁, 你做得真好, 陆墨亭的声音没有丝毫起伏, 我却听得出其中隐忍的滔天怒意, 叶成才出陆墨亭的身份, 摇了摇手里的鲈鱼, 道一句, 我进去先把鱼蒸上, 你一会儿上来正好能吃, 便把现场留给了我和陆墨亭, 你跟他, 陆墨亭从裤兜里, 掏出打火机, 点燃唇上叼着的一支烟, 缓慢吐出一个烟圈时, 轻描淡写带出这么两句刺人心窝的话, 上次我没满足到你, 你就耐不住了, 离婚, 一月, 陆墨亭从海城远道而来, 等在我家楼下, 却不巧碰见, 我和楼下的小帅哥叶成一同买菜回家, 且身上还穿着小帅哥脱给我的外套, 他生气, 我稍微能理解, 却万万没想到, 他仅凭我和别人一个并肩而行的画面, 就脑补出了一场大戏, 以前我挺怕他的, 凡事也依着他, 他每每生气, 我都会自动服软, 以做安抚, 可如今我没必要惯着他, 我挺直背脊, 反唇相机,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和谁做跟你有什么关系, 话必就越过他, 往楼到口里走, 擦肩而过的一瞬间, 他卖腿挪动步子, 挡住我的去路, 我大病出狱, 一个月来首次下床, 方才又去菜市场逛了一大圈, 再跟他熬那么半天, 着实有些体力不支, 便颇为不耐, 道, 陆莫婷, 我累了, 我需要休息, 他却步步逼近, 贴靠过来, 跟我回去, 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有什么权利跟我说这话, 我轻蔑一笑, 飙高音量, 呵, 陆莫婷你知道吗, 你和秦秦做的那些脏事, 我永远记得, 你从他那里带回来的病毒传染给了我, 害我不得不留掉我们的孩子, 这些伤害我无法忘不掉, 你说什么, 他显得很惊讶, 看样子是还不知道, 你自己去问他吧, 我说, 破旧的小区, 秀气斑斑的, 路灯有些接触不良, 浑黄的灯光忽明忽闪, 照得我的眼睛狠狠发酸, 远处, 四个红绿黑蓝的垃圾桶, 随着尽造的秋风发出阵阵臭气, 引我恶心反胃, 我大步后退, 同时用力推他, 陆莫婷, 你回去吧, 如果可以, 今生不要再, 见, 话未说完, 就觉一阵头晕目眩, 脑子一沉, 双腿一软, 身子失去重心朝后, 阳岛, 却是稳稳落入一方阶式的臂弯, 我扶你进去, 踏风而来的夜城, 把我揽到怀里, 饶式弯了腰, 也足足比陆莫婷高出半个头, 关桥这架势, 他怕不止一米八, 这小子这些年吃的什么, 满满的安全感扑面而来, 我把头轻轻靠在他双开门的胸膛上, 老反, 陆莫婷又说了些什么, 奈何当时的风声太大, 我没有听清, 只在踏进小区门口时, 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还站在原地, 满地金黄的银杏树叶, 被风吹到半空, 扑速速打着旋, 把他卷在正中央, 那晚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没再见过陆莫婷, 和夜城的来往倒是更为密切, 我在网上接的小说封面, 游戏道具和造型的设计, 订单越来越多, 忙得几乎连吃口热乎饭的时间都没有, 但想着自己在养身体, 吃和睡这两件事, 也不敢怠慢自己, 每一天都过得很认真, 爸妈比较浇惯我, 平日想吃点辣和重口味, 爸爸也很纵容, 多亏了夜城三天两头往我家里跑, 把我爸买来的火锅底料, 皮线豆瓣, 和二斤条红辣椒, 统统没收, 取而代之的是鲫鱼汤, 三鲜汤, 青菜豆腐汤成炖成炖的端来给我, 不过俩三月就把我喂得白白胖胖, 拿我妈的话来说, 这时脸都圆了三圈, 夜城的工作是是接了他父亲的班, 是制作文箱, 灭文器, 电热毯, 暖手气的七色集团里, 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 干活不累, 员工福利还好, 每到冬季, 七色公司会给他们派发电热毯, 暖手炉和泡脚筒, 可是今年, 这些东西都被他盘到我们家来了, 这个筒, 要不还是留给你外婆用, 我一手抱着他送的小睡熊暖手带, 一手继续画图, 一面还怪不好意思对他说, 老人家多泡泡脚, 对身体好, 更何况, 我前两天才刚拿了他的高档电热毯, 我婆, 他三五个桶了, 不差你这一个, 他说着, 就去炉子上烧水, 和夜城相处的这两个月, 和他待在一起的每一刻, 都是一幅自然的烟火画卷, 他让我感到踏实和随意, 好了, 我先下去了, 夜城关上火, 把烧水壶里的开水, 掺进一旁的水瓶里, 放个小网袋在我桌上, 叮嘱到, 晚上泡脚的时候, 你可别忘了把这个中药倒进去, 我看一眼时间, 还不到晚上六点, 就放下平板电脑, 叫住他, 等一哈, 自打回了荣城, 我平日和邻居交流, 都用的家乡画, 在耍一哈嘛, 我爸到王叔叔家头切, 喝酒了, 今晚上不回来, 我妈打麻将也得过了十二点才落屋, 你急洒子吗, 许是一秒, 许是三秒, 夜城那张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红了, 红成一只熟透的虾, 形容的就是他这样, 嗯, 记忆有时还是挺可靠的, 他还是跟原来一样, 怕羞, 可他骚成这样, 到底是想到什么了, 略微一思索, 我倒不别扭, 直接开口, 夜城, 你是不是喜欢我, 他更激动了, 那张红通通脸, 顿时紫障起来, 几乎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就跟厨房门口傻愣着, 我暗暗复匪, 他咋比我还更不善言语, 这郎个追得到女朋友哦, 我觉得你很好, 我俩挺适合的, 如果你对我有这个意思, 我们不妨试试, 他眸光流转, 欢喜到一个好, 字, 便仓皇而逃, 不过, 只逃了一小会儿, 十多分钟后, 他又恢复正常, 提着瓜果蔬菜回来了, 海外带了一截, 香肠, 麻辣口味的, 我眼睛都看直了, 连忙凑过去, 问, 我能吃吗? 我能吃吗? 这真是给我拿的吗? 他点点头, 就把香肠没入锅中清水, 没过多久, 二居室的小屋内, 就飘满了浓浓的肉香味, 朝夕相处的时光, 缓缓流逝, 一晃就是一年, 我们迎来了属于我们的第二个冬季, 叶成的外婆, 正是登门向我的父母提亲, 并下了丰厚的彩礼, 我和叶成的关系, 就此打下定论, 此事一经传开, 半个小区都热闹起来, 我们这片, 大多都是之前一个村拆迁来了, 彼此之间都是十分相熟的老邻居, 我和叶成算得, 尚是这些爷爷奶奶们看着长大的娃娃, 谁听了这消息, 都为我俩感到高兴, 鉴于此, 爸爸和叶成商量过后, 便提议, 在小区的大院里摆一场爸爸宴, 好好热闹热闹, 看着叶成自然地和爸爸有说有笑的画面, 我突然想到陆墨成那冷清的面孔, 我和陆墨婷结婚时, 除了去民政局领一张结婚证, 其余什么也没有, 他不肯改口叫我父母的爸妈, 也不愿带我去见他的家人, 更别奢求什么彩礼, 什么婚宴, 他就像那雪山上的红脸, 高不可攀, 我们的婚事顺利成章, 定在来年开春的三月中旬, 一眨眼就到了, 在邻居叔叔婶婶们的助力下, 我们的喜宴办得声势好大, 不同于仪式感满满的那种酒店婚礼, 我们习了老一辈的旧俗, 家乡话叫做流水习, 那天, 情光正好, 乡邻们都顶着春日的第一抹娇羊, 托家带口前来赴宴, 流水习的厨师们天没亮就嘟嘟嘟开着一辆小货车隆重登场, 榜大腰圆的墩子, 从货车车厢里取出的十多张大圆桌, 几十张圆凳子, 占满整个小区院落, 他们就地堆砌土造, 叠上高高的蒸笼, 总厨一声令下, 起噪点火, 转眼就冒起腾腾的热气, 空气都跟着滚沸, 甜烧白, 咸烧白, 粉蒸排骨为首的, 三蒸九寇, 搭配石书石锦, 白枝三鲜, 红油废片, 焦麻鸡丁, 最后端上自己熏制的腊肉, 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 九斗碗, 我穿一身红色洗裙, 头上插着妈妈给我准备的树状红水晶, 发誓, 夜城穿黑色西装, 口袋上贴有, 新郎, 字样的金条子, 我俩站在台前, 听曾经的村长爷爷 帮我们宣读至词, 这时, 一位不速之客闯进来, 拿话筒传出一道狠力之音, 安宁, 今天这婚, 已不能结, 自麦克风传出的声音, 众人一时半会儿, 没找到声援的方向, 半晌才看见, 怨霸一侧的音箱旁, 一个高大的男人, 萌色星红站在那里, 陆莫婷, 他怎么来了, 跟我睡了四年, 除了我, 你以为还会有人真心爱你吗? 在我的喜宴上, 陆莫婷拿着麦克风当众侮辱我, 他的目的是为了挑拨我和叶诚的感情, 让这场喜宴办不下去, 他话音刚落, 叶诚垫拎起拳头, 就朝陆莫婷奔过去, 一眨眼, 两个男人已经你一拳我一拳, 各自负伤扭打在一起, 挖儿挖儿挖儿, 院外, 突然, 响起一串急促的警笛声, 直到陆莫婷情绪不稳定, 他刚一出现, 我爸爸就报了警, 但一般的民警出动, 很少会鸣笛, 众人不解, 带着疑惑且八卦的视线, 朝声援的方向望去, 就见两名身穿制服的刑警推门下车, 他们走到陆莫婷跟前, 递出工作证, 我们是火南警局的刑警, 你爱人涉嫌故意传播病毒, 警方有些疑点需要你解答, 劳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警方口中的陆莫婷的爱人, 应该指的是秦秦, 别忘了, 我和陆莫婷离婚当天, 她是带着白月光秦秦一起来的, 我俩刚办完离婚手续, 她就拉着秦秦去结婚了, 秦秦故意传播病毒, 对此, 我挺意外的, 去年我查出患有宫颈癌时, 医生给我的病因解释就是, 我感染了HPV, 我清白之身嫁给他, 五年守身如玉, 我的传染源只有他, 我当时确实知道他和他做过那种事, 才会带回这种病毒, 只是没想到, 秦秦是故意的, 我也是受害者,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更多的证据, 我当即对警官表示, 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 做过坏事的人, 必须受到该有的惩罚, 你疯了吧, 陆莫婷拿一双惊讶的眼睛望着我, 你以为诬陷秦儿, 就能送他进监狱, 你知不知, 乱说话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不等我反应, 又扑上前拉住其中一位刑警的衣领, 咬牙切齿道, 你们最好有证据, 你这算洗警吧, 我冷宁开口, 接过话头, 我告诉你, 陆莫婷, 不止他, 我连你都想送进去, 刑警掰开陆莫婷的手, 理了李林口, 正声道, 你放心, 没做过的事, 我们警方不会平白强加在他头上, 筹备已久的喜宴, 终究还是被陆莫婷给搅乱了, 我跟着警方上了警车, 夜程不放心, 也跟着我一起去的, 我们走进警察局的时候, 秦琴正坐在一间方方的审讯室里, 接受警方的拷问, 通过隔壁另一间审讯室的监控视频, 我们可将其一览无余, 秦琴携带HBV的医疗证明, 他和其他若干有妇之夫的开房记录和小视频, 以及这些男人的妻子们逐一检查出, 近期感染病毒的诊断书, 尽数摆在桌上, 可谓铁证如山, 由不得秦琴抵赖, 哈哈哈哈, 秦琴突然笑了, 笑眼中满是癫狂, 活该, 这些背叛家庭的男人都活该, 他的瞳孔里满是不屈, 那些对妻子忠贞不渝的男人, 不就没事吗, 这事怎能全部赖到我头上, 说着说着, 他又哭了, 似乎陷入某段不堪的回忆, 我也是被害的, 我的丈夫也在外面玩小三, 惹了病传染给我, 可你们知不知道, 我当时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 他的毛子染上腥红, 他害了我, 更害了我的女儿, 我发誓这辈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一定要突进人间出轨难, 屏幕突然一黑, 一瞬间, 他的哭声, 他的笑声, 戛然而止, 我的身边一片肃静, 陆墨亭心脏的剧烈跳动, 清晰可闻, 我看也不看他一眼, 快速配合警方录完口供, 留下我受害的证据, 拉着夜城头, 也不回地走了, 这一次, 陆墨亭没有挽留, 再次相见, 是在那年国庆节, 学校八十周年的庆典上, 那一天, 来了很多我们那一届的风云人物, 笑花叶圆圆的酷辣熟舞点燃全场, 大律师林峰邪娇妻而来, 而以林峰舔狗闻名的安然, 竟也跟着男友来到了现场, 热闹非常, 八卦非凡, 陆墨亭也来了, 他是当天, 仅次于林峰的第二位上台演讲者, 我和夜城手牵手, 坐在末尾, 远远看着站在聚光灯下的陆墨亭发表讲话, 半年未见, 他容貌的变化很大, 曾经清俊的脸颊更显瘦削, 苹果肌深深凹陷, 一双瞳孔颓然没有焦距, 二家和双帘已尽数花白, 如果不是主持人报过他的名字, 我差点就认不出他了, 当天傍晚, 有一场慈善拍卖会, 所得资金用以资助贫困学子, 我之所以从荣城大老远跑这么一趟, 就是为了在这场拍卖会上, 买下我导师的亲笔画作, 挂在我和叶城的婚房里, 这种小型的拍卖会, 叫价并不高, 一来一回不过两轮, 就被我收入囊中, 意外的是, 校方挂出的最后一幅作品, 居然是我的, 这并没有出现在宣传手册当中, 场上之人纷纷回头寻我的身影, 今天来的大神可真多, 美术系的高材生都回来了, 天呐, 他老公不是, 陆莫婷吗? 早离了, 听八卦, 看八卦, 最后八卦落上头, 在一片八卦声中, 主持人开始介绍我的作品, 那是一张油画, 画的是一个少年, 用单车载着一个少女, 在校园的梧桐树下, 骑行的一幕, 正面开阔的视觉, 可以清晰看到少年和少女的脸, 校园风云人物, 安然和林峰, 林峰, 陆莫婷两位有钱多金的霸总, 立刻来了兴趣, 无休无止标起架来, 叶成几次响举牌子, 都被我按住了手, 你别跟着他们疯啊, 你的工资不都被我管着的, 难不成你偷偷藏了私房钱, 叶成, 那是你的作品, 我想留着, 我回去给你重新画一张不行吗, 那张是我初学时练手的, 你花那么多钱买来干啥, 叶成略一思索, 而后点头, 也对, 但索性模样可爱乖巧, 刚去了孤儿院, 没几天就被好心人收养了, 我和叶成的喜宴一直没来得及补伴, 自打上次我们起了个头, 但凡家中有喜事, 回回都要在小区的院爸摆上一摆, 儿子的满月宴, 百日宴, 周岁生日, 两家父母的寿宴, 热闹尽一点没减, 就连社区工作的婶婶们看得都眼热, 早早张罗起今年的年范, 大摆爸爸宴, 从那月初八, 一直摆到正月十五, 杠上开花, 我妈一边搓麻将, 一边叮嘱, 快挪到太阳底下去, 好好晒晒, 给肚子里的妹妹补补盖, 哦, 三年爆俩, 说的就是我, 我挺着大肚子, 选了把结实的主意, 叔叔扶扶窝进去, 夜城给我端来了果盘 和几叠瓜子花生胡豆, 我带儿子出去溜溜, 你就在这儿慢慢晒, 好, 谢谢老公, 我选了一颗包裹皮的小橘子, 整个塞进嘴里, 就开始刷手机, 一本名为藏漆书的现实题材小说, 荣获国内顶级创作大奖仪式 被媒体广为报道, 我点击链接, 看到这本以沾血墓碑做封面的小说, 一时好奇, 便翻开读, 第一页写有作者的一句寄语, 在灵魂安静以后, 血液还会流过许多年代, 故事很长, 读着读着, 我便打起盹来, 叶成给我送来一条毛毯, 我虚起眼睛抬头看它, 同时看到它身后的那片天, 天空蓝到发紫, 一切美如梦境。